第1980章后悔不已 叶绍好 简单几个字眼 却把包浅运他们震的 眼貌惊心 差点站不稳 他一时反应不过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个顶尖圈的人 都认识叶叶凡 但这不可能啊 叶凡是神棍 怎能忽悠住八面玲珑的奇幻怨他们 要知道 奇幻怨可是龙都鼎鼎大名的交际花 他应该能一眼看透叶凡的装神弄鬼啊 难道奇幻怨也跟父亲一样被蒙蔽了 包浅运觉得自己有义务提醒怨姐 免得他被油嘴滑舌的叶凡蒙蔽了 怨姐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叶少 就是我爹认识的一个神棍 你们看过豪门大少跑去天涯度假村捉鬼的吗 他跑来这船上 也很可能是跟住我们来的 过去十年 包浅运见过太多打着自己和父亲旗号 混入上流社会的人 一个蹭住自己和父亲照了一张照片的人 就敢拿着照片四处宣扬他跟父亲是结拜兄弟 沈东兴下意识瞇眼 如非怕打扰叶凡兴致 他早一口咬过去了 闭嘴 听到包浅运这一番话 喜欢愿脸色一变 立刻一声 不会说话就不要给我说话 这是实打实的叶少 你一辈子都高攀不上的人 为你刚才说的神棍那些道歉 不然就从这船上给我滚出去 你我交情也就此一刀两断 他毫不客气训斥着包浅运 齐欢愿不仅知道叶凡的身份 还知道叶凡的身手霸道 当初给唐若雪做和世老的时候 可是亲眼看过叶凡打残苗状和苗嫁一的人 万一包浅运让叶凡迁怒自己 一巴掌下来 估计自己小命不保 就算叶凡不动手 只要一个指令 他也不用在这个圈子混了 啊 看到齐欢愿动怒 包浅运一伙又是一片惊讶 没想到龙都名媛会为了讨好叶凡 这样呵斥自己 包浅运嘴角牵动了几下 神情很是不甘 多少抗拒给叶凡这骗子道歉 不过出于大局考虑 他还是挤出一句 叶少 我鲁莽了 他艰难扬起一个笑容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你大人大量 别跟我计较 齐欢愿也对叶凡道歉 叶少 包小姐性子急躁 请你多多包涵 待会我让她自罚三杯 她这几天收了 包浅运不少好处 多少要给她说一句好话 一点小事 对我毫无影响 叶凡对齐欢愿淡淡一笑 而且愿姐是我老朋友了 面子怎么都要给 谢谢叶少 齐欢愿文言欣喜无比 随后又对包浅运喝道 自罚三杯给叶少道歉 看到齐欢愿的态度 包浅运又是眼皮一跳 隐约感觉叶凡不是神棍那么简单 她判定叶凡是某位低调富豪的子质 还是能成为第一层甲板核心的子质 包浅运一抿红唇 自己走眼了 不过她心里还是有一丝不服 同样都是只能在第三层混的人 这样摆架子未免太可笑了 毕竟头顶还一堆第二层第三层的人 随后 她想到叶凡说她老婆在第三层 包浅运顿时眼前一亮 上前一步 叶少 我又眼不识泰山 我愿罚说完之后 她拿过旁边一瓶红酒 打开咕噜噜灌入了进去 很快 一瓶红酒在众人目光中被喝完了 包浅运满脸通红 气喘吁吁 随后把酒瓶丢在桌上 她又从秘书手中拿过拉菲红酒 送到叶凡手上 叶少 刚才自罚一瓶 是包浅运的歉意 这一瓶巴尔拉菲 是包浅运的诚然 叶少刚才说老婆在第三层 这一瓶拉菲就送给你和嫂子享用吧 包浅运用双手把拉菲捧 给叶凡 请叶少和嫂子笑纳 她用词很是恭敬 只是喊叫老婆 在第三层时 她的声音分贝拔告了不少 这似乎要让在场众人听见 这是包浅运让众人知道叶凡的自大 也是故意挑起众人的神经 叶凡 叶凡 怎么还不上来啊 快点 快点 待会舞绝成妹妹要跳舞了 错过了要等一年 你在下面泡妞吗 小心我告诉你老婆 让她扭断你的耳朵 你可是有老婆的人 在沾花惹草 我们姊妹可要买榴莲了 几乎是包浅运话音落下 第三层的甲板通口 就闪出几个倩影 啊 我家娘子生气了 叶凡一挠脑袋 我这就上去 何止你老婆生气 我们也生气 明知道我们聚会 却慢吞吞出现 霍子燕笑着从第三层走了下来 待会可要自罚三杯啊 三杯哪里够啊 金志愿也娇笑一声 给予助攻 起码要三十杯才行 娶了媳妇忘了知己的人 不能惯着 汪清武燕然一笑 不行 喝醉了 她就不能跟宋总洞房了话音 一落 几个女人又是一阵娇笑 让叶凡感觉背后梁彪馊的 今晚怕是不好脱身啊 不过叶凡还是哈哈大笑 向三人迎接上去 有我家娘子陪住 我今晚喝死都无所谓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她很痛快跟三女来了一个拥抱 满怀生香却又落落大方 随后 叶凡抓着霍子燕 金志愿 汪清武三女的手走上第三层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看出这一幕 想要落叶凡面子的包钱运 又像是被雷劈中一样震惊几个 女秘书心里也狂乎 这怎么可能呢 叶凡跟着圈子有交集 原本就让她惊讶 但冷静下来后 她以为叶凡也就是第一层水准 谁知 叶凡直上第三层 而且她的老婆也真在上面 人家不是圈中人这么简单 而是实打实的核心人物 就连霍子燕和金志愿这样的女强人 也对叶凡小鸟依人 这一幕 让包钱运全身难受 翘脸滚烫 手里捧着的拉菲红酒 也如泰山一样沉重 她觉得脸都被人打肿了 火辣辣的疼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叶凡究竟是什么身份啊 当包钱运精神一恍惚 手里的红酒也落在地上 还滑到沈东兴的面前 索性甲板有地毯 没有摔碎昂贵的红酒 这也让金志愿下意识回头 看住包钱运笑了笑 叶少 你朋友 汪清武热情发出了邀请 上来第三层一起喝酒吧 看到金志愿和汪清武望向自己 包钱运顿时丧失平时的睿智与冷静 她情绪复杂 心慌意乱起来 我 包会长的女儿 做事干练 但眼镜差了一点 没等包钱运把话说完 叶凡淡淡一笑 就在下面好好待着吧 随后 她就消失在包钱运等人的视野 或紫燕和金志愿 他们都是聪明人 文言完为笑笑 也收回热情离去 梦寐以求的结交机会 竭尽全力想要挤入的圈子 就这样从自己手中溜走了 但凡自己高看叶凡一眼 或者平和对待 也许就成为了闺蜜团一眼 包钱运嘴唇发白 不死心望向齐欢苑 苑姐 叶绍究竟是什么身份 你眼睛还真差 到现在都还没摸清叶绍底细 齐欢苑看住包钱运 美好气的出生 她是包市商会最大股东 金志玲决策者 武蒙少主 九千岁一子 还是叶唐门主之子 叶绍的老婆 也就是江南宋董事长 华裔门主世人 郎国第一公主 是我们核心中的核心 她很直接点出了 叶凡和宋红颜的底细 啊 几个秘书彻底呆住了 包钱运死死抿住嘴唇一鼓 浓烈的后悔直冲脑子 第1981章 有血性的父亲 在包钱运无比后悔的时候 叶凡正被一群音音艳艳围攻 金志愿他们打着叶凡这些日子 冷落他们的旗号 一杯一杯肩不停歇 灌着叶凡 而且红酒 竹叶清 冰皮酒轮流来 似乎一定要把叶凡灌醉才行 宋红颜无奈笑着替叶凡挡酒 结果也被灌了一大瓶红酒 喝完酒之后 他们还给叶凡蒙上眼睛 遮住鼻孔 让叶凡从十几只手中 选出宋红颜 他们要看看叶凡 对宋红颜的感情深不深 对他身体熟悉不熟悉 叶凡一个个摸过去 来回三遍 始终无法在同样滑嫩的肌肤中 找出宋红颜 在倒数计时中 叶凡只好勉强拉住一只手 说是宋红颜 结果一打开眼罩 却发现是个眼嘴失笑的精致愿 而宋红颜根本就不在人群中 众女对认错人的叶凡 哈哈大笑 接着又惩罚了叶凡 一大杯德国黑脉 宋红颜还说叶凡是故意装作 认不出来开油 狠狠在叶凡腰间掐了一把 叶凡眼看这样玩下去不是办法 马上用冷水清醒清醒头脑 然后他告知众女过于忙碌 星辰代谢过快 不及时治疗 容易老化 或紫嫣和汪清武他们一听顿时慌了 放下灌醉叶凡和宋红颜洞房的计划 纷纷围着叶凡询问怎么办 精致愿更是让叶凡赶紧再配置一款 效果比修花药膏更好的美容药方来 叶凡说不用那么麻烦 他给众女针灸一番 调整身体机能就能放缓他们衰老 很快第三层甲板多了十几张躺椅 精致愿他们一个个躺在上面 让叶凡赶紧给自己针灸 搬来药箱的叶凡还没动手 就差点把银针洒落在地 十几张躺椅并排 十几双长腿排成一条线 一眼望去 让叶凡心脏都快跳出来 他只能又拿来一瓶福特加喝两口压压惊 一个小时后 叶凡落下全部银针 精致愿他们舒服的感受 针灸暖流 随后 他们就闭着眼睛 吹着海风 带着几分醉意小睡一会儿 整个世界清静了 叶凡给他们盖上白色毛巾 随后自己找了一个角落沙发坐下 他徐徐呼出一口长气 捏了几颗花生米丢入嘴里 这时 又是一双笔直长腿 登登登来到叶凡面前 接着一碗三鲜汤面放在叶凡手里 叶凡微微一愣 抬头一看 发现是齐青梅 还有漏网之余 叶凡正要说话 齐青梅在对面坐了下来 翘着腿悠悠开口 今晚别想着把我也摆平了 这一份真酒 你先欠着 等你哪天回了宝城再还我 他还手指一点汤面 你忙活这么久 又喝了那么多酒 该饿了 趁热吃吧 他刚才身上沾染了不少酒 回仓室换了一身 衣服 再出来 就见金志愿他们全部躺下了 齐青梅也就趁机珍惜 这个难得相处时间聊点事 叶凡笑着搅拌起面条 还不忘记打去一声 看来齐总又成长了不少 不仅有着做叶唐夫人的远大理想 还有了市井小明的细心体贴 他低头喝入一口清汤 要知道 方在以前 你是不懈关心人的 可惜你没兴趣做叶唐少主 而且还成了宋总的男人 齐青梅脸色没有半点改变 让我少主夫人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不然我可以更好更体贴地关心关心你 他目光完卫看住叶凡 甚至我会拼了性命让你上位 叶凡抬起头迎接女人目光 你不是还有叶靖成可以选择吗 叶靖成 这半年改变很多 不仅收敛了力气 藏起了野心 还四处交际壮大班底 齐青梅 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眸子清冷盯着叶凡缓缓开口 如今的他 比起大寿之前更加出色 也更加丙强马撞了 就连老七王 对他也从警惕多了几分赞许 他从你的光芒之下走出来了 还绽放了自己的色彩 他对我也从 昔日仇恨变得友好 不仅经常让宾客捧场会所 还替会所解决好几个麻烦 老实说 他比以前成熟多了 几乎达到我以前对他的要求 只是我齐青梅从不吃回头草 也不走回头路 齐青梅言语很是痛快 我跟他缘分近了 那就是近了 不走回头路 不吃回头草 我又没上进心 叶凡夹起一筷子面条放入嘴里 这意味著 你永远做不成叶堂少主夫人了 齐青梅语气淡漠 确实 做不成了 叶凡反问一声 遗憾嘛 有点惆怅 但说不上遗憾 齐青梅手指摩擦住冰冷的酒杯 惆怅是 叶堂少主夫人是我从小的梦想 执着了十多年的东西 现在分崩离析 连一点念想都没有 难免其然 不遗憾 是因为我本就一个死人 靠你活了下来 还有了金月会所 他补充一句 我该满足了 有着心态就好 叶凡提醒一声 而且你该把目光宽一点 世界这么大 何必拘泥少主夫人 你完全可以有 更大的理想 更大的成就 例如保成第一女首富 例如商界影响经济的女孙道义 例如世界权力金字塔间的铁娘子 这些身份 不比一个叶堂少主夫人要好 我也可以 像 你保证 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 将来我必会给你更大的平台 对于这个蕴含力量的强势女人 叶凡多少还是要画的大饼呢 那我就提前谢谢老板了 齐青梅笑了笑 不过我可以不做少主夫人 但你做不做少主 却不是你能选择的 你不在乎 不在意 叶净成他们未必会这么想 你的身份 你的能耐和你的人脉 注定你可以随时黄袍加身 叶净成怎会容你在卧榻之侧酣睡 等住吧 叶堂的将来必会腥风血雨 不是你被迫上尉 就是叶净成干掉你上尉 齐青梅意味深长提醒着叶凡 不管你逃不逃避 你跟叶净成必会一战 没 那么夸张 叶凡低头搅拌着面条 你看 我爹上尉 大伯二伯四叔 他们不也没手足相残 那是 老太君强势 老七王压着 加上叶门主刚柔并济 才让兄弟矛盾没爆出来 齐青梅反问一声 再说了 你又怎么知道 你大伯他们没有暗中捅叶门主刀子 叶家最近怎样啊 叶凡沉默了一会 没有再探讨叶净成一事 他不想回宝城 也是不想陷入这些事 随后 他神情犹豫地问出 叶老太君他们还好吗 他们都很好 如果不好的话 叶门主夫妇又哪有闲情 来这里度假 齐青梅 抿入一口红酒 随后话锋一转 不过你二伯的外妻 前不久出了大事 叶凡下意识问道 什么大事 林氏家主的亲孙子林乌雅 在拉斯维加赌场 失手杀了一个红盾联盟中 一个大恶的女儿 齐青梅 把事情的经过缓缓告知叶凡 红盾大恶下了灭全家的江湖阁杀令 林乌雅的几十名跟随还没走出拉斯维加就被杀掉了八成 几个林家据点也被毫不留情清洗 如飞林乌雅身边有几个用毒高手苦苦支撑 估计他已经被对方一枪爆头横尸街头 饶是如此 他们也只能躲在下水道苦苦等待支援和谈判 林氏家主跟红盾联盟再三沟通 愿意天价赔偿和断林乌雅一只手 但都遭到红盾大恶的拒绝 齐青梅微微张起红唇 红盾大恶铁了心要杀掉林乌雅给女儿报仇 叶凡捏着筷子点头 算是一位有血性的父亲 不过林乌雅最后还是活着回到了川西 齐青梅身子微微前倾 听说是你二伯夜天日摆平的 第1982章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在叶凡跟齐青梅坐在甲板沙发闲聊时 陶铜刀正火急火燎走入陶家堡 他不顾陶孝天正跟住陶老太太等家人吃饭 撞开几个陶氏保镖后就冲进去 他脸上带住着集合沈仲 会长 会长 陶老太太 陶孝天 陶圣一等十几个陶家子侄 下意识抬头望去 有几个人还本能去摸怀中武器 以免不测 陶铜刀 你脑子进水吗 没看到我们在吃饭 陶孝天见状一拍筷子 声音一沉 滚出去 会长 对不起 老夫人 对不起 陶小姐 对不起 陶铜刀这才意识到自己失礼 也才发现今晚十几个陶家人在吃饭 他连连对陶孝天他们鞠躬道歉 只是脸上的凝重始终不削减半分 本来会长好不容易在家吃顿饭 你就跟捅了烧火棍一样冲进来 陶孝天又是一拍桌子 给我滚出去 陶铜刀连连点头 是 是 我马上滚 好了 别滚了 回来吧 这时 陶老太太轻轻挥手 小天 没必要这样骂铜刀 铜刀 是我看住长大的 也算是我半个儿子 一些规矩没必要苛刻 而且铜刀是有分寸的人 如不是有什么重要事情 她不会这样失去分寸的老太太淡淡开口 你去处理公事吧 这顿饭 圣衣他们陪着我吃就行了 陶铜刀无比感激 谢谢老夫人 陶孝天捏着筷子缓和了情绪 笑着对老太太开口 妈 我好有空不容易跟你吃饭 怎么现在丢下你处理公事呢 再说了 陶氏宗卿会陷在冰墙马壮 世界各地开花 哪还有什么大事 对 陶孝天来说 如今只有黄金岛是大事 其余事情都不值一提 陶铜刀低声一句 会长 真有大事 有事就给我说出来 陶孝天又是脸色一沉 这里都是宗卿 都是自己人 没什么好避讳的 说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让你这样失魂落魄 是一国轻魔会死灰复燃 还是堂皇蒲狗急跳墙 他很是不耐烦吼出一声 随后 咬了一口鱼翅 润润喉 看到陶孝天生气了 陶同胞没有再坚持什么 上前一步低声报告 会长 陶氏在黑三角好不容易建立的 武装势力被剿灭了 三个据点全部被巷国炮火轰成废墟 没日没夜卖粉三年的小金库也被抢走 会长 我们雇佣的黑雕汉匪被南国商会一网打尽 七十多名叱扎东南亚的匪徒几乎被杀光 带头大哥黑雕也被捕入狱 狼国王子哈巴血洗了陶氏分会 横死三百人多人 还趁机没收了他们全部产业 涉事着分会长 陶定光一家也被砍了一只手 丢去边境牧羊 海岛三家银行也因违反合约 提前收回贷款被上面重罚了 会长 我们半天之间损失惨重 很多十几年的根基全部化为乌有 再不采取措施 南国 象国和狼国等地的宗亲要被赶尽杀绝了 陶同刀罢收到的消息全部告知陶孝天 什么 几乎是陶同刀话音刚落 陶孝天就大吃一惊 我们被捅了 陶老夫人他们也都一片死寂 齐齐抬头盯着陶同刀 显然没有人想到 陶氏宗亲会遭受这样的重创 这绝对伤到了宗亲会的筋骨 没有几年根本恢复不过来 这怎么可能 陶圣衣红唇张起 各国怎会联手打压我们 陶孝天目光一寒 是不是包震海和包氏商会的报复 老子弄死他 没点脑子 陶老太太文言哼了一声 包震海和包氏商会 实力差我们一大截 我们都 结交不了各国顶级人脉 包震海又拿什么利益 唆使各国援手 百分百是宋万三 替包震海这个盟友出头了 天堂岛拍卖 陶氏被坑2000亿 整个宗亲会也就知道 包家跟宋万三关系 陶圣衣也轻轻点头 没错 只有宋万三有这种叫板的实力 妈的 宋万三 还真是要跟我不死不休啊 陶孝天 冷静了下来 也想到了宋万三这一层 我刚刚砍包氏商会一刀 你就反手送我一件 还毁掉我不少基业 实在可恶 实在无耻 他咔嚓一声拍碎了酒杯 老子和你不共戴天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要止损 相比陶孝天的怒意 陶老夫人要平和很多 先让郎国 相国 南国等陶氏分会的人撤出来吧 能撤多少就撤多少 免得便宜了他们国库 留得青山寨 不愁没铲烧 另外 宋万三一而再再而三针对我们 还连续给陶氏造成重大损失 我们绝对不能再留着他了 否则陶氏困境会越来越多 你的会长位置也可能不保 把金沟叫回来吧 银剑杀不了宋万三 就让金沟去吧 金沟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这次肯定也不会失手 陶老夫人端起一碗汤喝了几口 风轻云淡宛如一个世外高人 陶圣一他们恭敬出声 奶奶英明 我联络金沟 陶铜刀还第一时间拿出了手机 我原本也想早点弄死宋万三 可现在却突然想要他多活两天 陶孝天挥手制止陶铜刀打电话 随后嘴角勾起一抹凝笑 后天就是黄金 岛拍卖会了 那是宋万三这辈子最大的希望 最想要的成就 宋万三今天捅这样一刀 把陶氏捅得鲜血淋漓 我不撕碎他人生中的最大期盼 岂不是太便宜那老家伙了 金沟要召回来 宋万三也要死 但不是这两天 而是拍卖会后 等我拿下黄金岛羞辱了宋万三 再一刀载掉他出口气 不迟等我拿下黄金岛羞辱了宋万三 再一刀载掉他出口气不迟 我要让老家伙精神和身体都痛苦 陶孝天做出了最后决定 眼里闪烁一股报复的快感 他相信 后天的拍卖会 自己横空杀出 一定会把宋万三气得凸显 十几个陶氏子直又点头 会长英明 宋万三这个人非常狡猾 当初在黑飞如不是有贵人相助 我们要说得一塌糊涂 陶老太太看住儿子淡淡开口 你想要猫捉老鼠 就一定要处处小心 免得自己变成了老鼠 妈 你放心 我有分寸 陶孝天大手一挥 其实我先不动送万三 也是知道他的厉害 两天时间 太仓促 不足于金钩拟定方案杀人 而一旦失手 不仅会打草惊蛇 让他知道金钩的存在 还会让他暴怒 跟我们在拍卖会死磕到底 毕竟狗急了跳墙 他做出一个决定 所以先人两天 黄景岛拿下 再慢慢算账不迟 陶同刀一脸不甘 暂时不动送万三了 送万三缓几天下手 但包振海一家 可以不用顾忌 陶孝天老谋深算 除了杀鸡锦猴之外 还有就是继续断了 包振海的援助 让送万三少一笔资金塔 不想黄景岛有任何变故 陶同刀目光炽热 好 我来安排 陶孝天扯过纸巾擦拭嘴角 妈 圣一 你们慢慢吃 我去跟九叔公他们开会 看看资金全部到位没有 他大不留心向外面走去 还对陶同刀追问一句 对了 唐若雪能联系上了吗 陶同刀连忙跟了上去 能联系到地豪秘书了 唐若雪估计明天飞回 海岛 陶孝天手指一点 约他 陶同刀点头 明白 望着陶孝天他们远去的背影 陶老夫人重新低头喝着汤 同时 他语气淡漠开口 你爹最近一直提纳的唐若雪啊 狐狸精 陶剩一脸寒霜 有我在 他休想进我陶家的门 他已经摸清了 父亲这些日子魂不守舍 就是因为唐若雪 那些家里珍藏多年的昂贵补品 也是送给唐若雪 这是要取代他母亲的位置 陶圣衣不能允许 我绝不会让父亲娶她的 哪怕是做小欠 老太太伸出一只尖锐的支架 进攻 是最好的防守 陶圣衣眼睛顿时闪烁一抹凶忙 第1983章来一瓶硫酸 在陶圣衣准备给唐若雪一点教训的第二天 叶凡早早醒了过来 一睁开眼睛 他顿感不对劲 天花板不是藤龙别墅的颜色 而是北极熊船舱的色调 他摇晃了一下脑袋 努力回想昨晚的事 他跟齐青梅聊完叶家的事情 恢复不少体力后 就给金志苑他们施展了第二轮针灸 这次针灸 把他们吃五谷杂粮的毒素 全部逼了出来 让他们洗完澡后 全都变得香喷喷 接着叶凡又配置了一大池子药水 让十几个家人浸泡 还给他们来了一个驱除疲劳和湿气的足底按摩 十五双长腿 三十只小脚丫 让叶凡忙碌了两个多小时 他好不容易洗完澡准备歇息 又被恢复经历的金志苑他们拖着喝酒 十几轮酒下来 叶凡就迷迷糊糊 加上累了 就倒在仓室糊糊大帅 好不容易回想起昨晚事情的叶凡 还没等他松一口气 就身躯一阵 他差一点就尖叫出来了 因为叶凡震惊地发现 在扩大的仓室地毯上 不知躺着他 还躺着汪清武十几女 单单压住自己身上的 就有七八只手和脚 好像把他当成公仔一样抱住 而且叶凡已经算衣衫不整 没想到金志苑他们更是唇光无限 肤色白皙 翘脸娇柔 宿醉的称样格外诱人 红艳小嘴更是好像一直在聊吧 吃 我啊 来啊 来吃我啊 这下的叶凡赶紧默念 我是有老婆的人 我是有老婆的人 随后他就把身上的手脚拿开 连滚带爬冲出了游艇舱室 他让唯一早起欧洲的苏锡儿 照顾众女 然后就带着南宫悠悠迅速撤离 这地方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了 不然叶凡担心身子不保 你怎么还在这里 只是叶凡刚从船上下来 还没走向车子 就见到不远处包浅运来回徘徊 他神情憔悴 心事重 一副整夜等待的样子 叶凡眯起眼睛问了一句 再等我 叶少 看到叶凡出现 包浅运先是一正 一喜 接着小心翼翼出声 叶少 对不起 我有眼不识泰山 几次得罪你 实在对不起 我等了一晚 不是想要叶少你原谅我 而是真心实意 想要说一声对不起 包浅运散去了 昔日的心高气傲 更多是一种尴尬和难为情 昨晚叶凡上去第三层后 包浅运他们 也就不好意思留在北极熊号 只是包浅运也没有马上离开码头 他权衡一番准备 守在出入口等叶凡 他想要道歉 想要给叶凡留一丝好印象 否则他后半辈子 不但无法在这个圈子混 也难于在包市商会立足 等了一个晚上 还知道说对不起 还算有救 叶凡扭头望了一眼北极熊号 随后钻入了包浅运的保姆车 走 走 回腾龙别墅 他隐约听到汪清武他们 醒来找自己的动静 是 是 谢谢叶少给机会 包浅运马上跟住叶凡钻入车里 亲自驾驶保姆车离开停车场 为了表示自己诚意 也为了更好跟叶凡接触 包浅运把秘书他们赶回去了 一个人等叶凡 车子驶离繁华码头 穿过各大游艇俱乐部 直奔沿海大道 包浅运一边开车 一边用余光瞄了瞄叶凡 想要说话 却始终不知怎么开口 叶凡也没有张口说话 他心事重重 想着昨晚喝醉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万一不小心 让某个家人怀孕了怎么办 他还有些后悔 没毁掉仓室门口的监控 如被老婆看到 一定会让自己贵榴莲的 他寻思要不要买两个膝盖护垫挡一挡 接着他又给自己一巴掌 裤子都没脱 怎么就会想那么多呢 叶凡如是重负地回过神来 抬头 突然眼睛一眯 叶凡生出一丝兴趣 有车跟上来 包浅运眼皮一跳 顺着叶凡的目光望向后视镜 发现两辆商务车紧追不舍 一黑一白 一左一右 黑色商务车的驾驶座 还能依稀见到一颗硕大光头 带着凶横和宁笑 叶少 怎么办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找自己 还是找叶凡 但包浅运看得出 对方的不怀好意 没事 不用担心 我来处理 叶凡揉揉脸颊 我跟你换位置 我来开车 他还一盘男工悠悠脑袋 准备吃鸡腿了 男工悠悠胖乎乎的小手摸出了锤子 包浅运忙找机会跟叶凡换了位置 叶凡掌控方向盘 微微一踩油门 车子加速 海岛城内 有些老街区穷人区 破烂不堪 可海岛郊区绝对不是 一片片面向大海的高级住宅区分不开来 环境清幽 安宁 这也让道路变得开阔畅通 叶凡踩着油门飞速及驰 没拐入任何一片住宅区 而是顺着沿海通道及驰 后边两辆商务车脊椎 距离越来越近 叶凡看了一眼后视镜 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笑意 黑色保姆车飞驰十多分钟后 公路上的车辆渐渐稀疏 叶凡稍微点了下刹车 四啦 车速骤降 这一个操作 让商务车差一点追撞 连续三次 引得两辆商务车狼狈不堪 黑色商务车的光头驾驶者怒不可斥 妈的 太嚣张了 接着他一踩油门冲了上来 贴住叶凡掌控的保姆车 路怒正都让他失去理智 决定提前动手 他油门大作准备超车 挡住叶凡直接拿下 另一辆白色商务车 填补后方位置 准备切断保姆车的退路 手法纯熟 只是他们没有发现 叶凡故意让出来的超车道 紧邻一条低矮的绿化隔离带 绿化隔离带那边是逆行道 不少码头货柜车呼啸而过 正当这群家伙气势汹汹 要堵住叶凡时 叶凡笑容甜淡地猛打方向盘 保姆车狠狠挤向黑色商务车 黑色商务车一个不查 发现端倪已经被挤上了隔离带 黑色商务车失控颠簸前冲十几米 轮胎冒烟撞入了对象车道 轰 迎面一辆货柜车来不及刹车 货柜卡住了黑色商务车的车头 接着货柜车一翻 货柜倾斜了下来 喷一声砸中黑色商务车 咔嚓一声 商务车顶碎裂 光头驾驶者和三名同伴迸射大股鲜血 他们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就跟车子变成一堆碎片 呜 搞定一辆车的叶凡 没有丝毫停滞 他一踩刹车让后面车子追撞 拉近距离后 南宫悠悠身子一侧 一锤子砸在对方车窗上 车窗碎裂 铁锤气势不减 喷一声打中司机头 司机脑袋一晃 天灵盖爆裂 一声不吭摔在座椅上 车子轰一声失控翻了出去 叶凡一踩油门 车子向前窜出机敏 随后横载了紧急车道 他让南宫悠悠保护包浅运 自己打开车门钻了出来 前行途中 他还捡起一只商务车 吊出来的弩弓 对住爬出来的三名匪徒射击 咻咻咻 一阵机射过后 三名匪徒咽喉重箭倒地 两人摸出来的刀枪掉在地上 还有一人滑落手机 他的耳朵带着蓝牙耳机 耳机一闪一闪 一通电话正打入其中 叶凡走了过去 拿起蓝牙耳机塞入耳朵 很快 一个冷傲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 陶飞 绑架完包浅运没有 绑架完了 再安排两个人去沙河高尔夫球场 配合陶冲 他们给唐若雪来一瓶硫酸 第1984章管他死活 给唐若雪破硫酸 叶凡听出了是吴青年的声音 止不住微微眯起了眼睛 没等叶凡发出声音 吴青岩又是一句冷喝 机灵一点 一定要把逃冲他们安全接回来 你们也必须全身而退 说完之后 他就啪一声挂掉了电话 叶凡把蓝牙耳机丢掉 随后转身钻入车子 包浅运重新坐回驾驶座 一脚踩下油门呼啸离开是非之地 叶凡也拿出了手机 第一时间就给唐若雪拨了出去 电话这次没有被封锁 不过还是想了六次才被接听 耳边传来唐若雪淡漠的声音 唐望凡有事 他经未分明划清着彼此的界限 叶凡没有废话 你在沙河高尔夫球场 你是跟踪我 还是一直盯着我 我在哪里关你什么事 唐若雪的声音多了一抹韵怒 你已经是订婚的人了 还缠着我干什么 你脑子有病吧 叶凡没好气开口 我只是想要确认你的地点 看看跟我截取的情报 是不是吻合 你都知道我已经订婚了 那就知道我是有老婆的人 我哪有心思纠缠你 对于这个女人 她的脾气也越来越是 一点就助 订过婚就不会纠缠别的女人 唐若雪冷笑一声 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还不是跟宋红言眉来眼去 好了 不清算你以前的安传事了 说吧 有什么事 她不耐烦地补充一句 我忙着打高尔夫球呢 这样看来 你真在杀和高尔夫球场啊 我刚才截取了一份陶家的情报 叶凡提醒一句 陶家人锁定你位置 还要对你下毒手 你小心一点 陶家人对我下手 呵呵 唐若雪对叶凡的示警 嗤之以鼻 叶凡 虽然我很感激你的示警 但你也不能仗着我的信任乱说 是不是宋万三 让你来挑拔我跟陶氏的关系 不然你怎会张嘴就来呢 看来宋红颜跟你订婚 彻底让你死心塌地了 你还真是天生软饭王 以前做唐家的上门女婿 现在又吃宋家的软饭 真是给望帆抹黑 唐若雪毫不客气 用言语刺激住叶凡 发现她跟宋红颜订婚 残留的心里郁闷 我张开嘴巴就来 叶凡气笑了 唐若雪 你能不能客观一点处理事情 灵秋灵 但是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还耿耿于怀 还为她失去情绪控制 我好心给你电话示警 你当成我替爷爷挑拔你们 她很是恼怒 如不是看在望凡的份上 我才懒得离你死活呢 是不是挑拨离间 你心里没数吗 唐若雪的声音 多了一抹不知可否 非要我把话说透吗 陶笑天正等着我打高尔夫球 为了一千两百亿就插下跪叫姑奶奶了 陶笑天正等着我打高尔夫球 为了一千两百亿就插下跪叫姑奶奶了 现在我要她往西 她不敢往东 我要她站住 她不敢坐着 唐若雪毫不客气打叶凡的脸 你说 陶笑天对我下手 这不扯淡吗 你为了宋红颜和宋万三想要破裂 我跟陶家盟有关系 就直说 说不定我会看在 唐旺凡的份上少给陶笑天几个钱 你这样遮遮掩掩 不止让我觉得你不是男人 还会让我质疑你的品行 她还顺势望了前方一眼 正好看到陶笑天在不远处等待 一脸笑容 人畜无害 我再说一遍 陶家人会对你下手 会用硫酸回你容 叶凡失去了争辩的力气 你爱信不信 出事了 别哭天喊地 说完之后 叶凡就挂到了电话 挥手让包浅运回家 包浅运一边踩着油门 一边低声一句 叶绍要不要去沙河高尔夫球场 显然他也听到了一点内容 叶凡挥挥手 算了 他的死活 不由回家看我老婆重要 昨晚在北极熊闹腾到下半场 宋红颜就让叶凡应付货子燕他们 而他有事回了腾龙别墅 叶凡不知道女人是故意离开 给自己和金志愿等女空间 还是真有事回去处理 心里一直纠惩住 今天早上醒来如此香艳 更是让他心里没底 他寻思 这是不是宋红颜 对自己忠诚的考验 毕竟网路上太多什么 女友唆事闺蜜 测试男友忠诚的戏码了 而自己表现 似乎好像不太合格 所以叶凡要赶紧回去哄老婆 包浅运也没多嘴 点点头回应 明白 对了 提醒你爹 你弟 还有其余包是核心 这几天最好深居检出 叶凡突然想起一事 提醒着包浅运开口 而且身边一定要加强安保力量 向国和狼国他们的反击 让陶啸天损失惨重 陶啸天一定会不择手段 报复包式的 他提醒一句 你今天差一点被绑架 就是最好的佐证 谢谢叶少关心 包浅运接过话题 我会通知父亲他们 我也会保护好自己 不拖叶少后腿 叶凡满一点点头 这女人一旦放低身段 做事还是可圈可点的 半小时后 叶凡回到了腾龙别墅 打开车门 叶凡火急火燎冲入大厅 老 老婆两个字还没说完 叶凡就堆起一个灿烂笑容 她对住大厅三位 闲聊吃苹果的母亲 点头哈腰 老妈 三位母亲 你们都在啊 吃早餐没有 叶凡语气很是恭敬 没有的话 我去给你们熬锅粥 或蒸几笼包子 你们喜欢吃什么 儿子就给你们做什么 叶凡准备要做一个 疼惜老婆又有孝心的人 绝不娶了媳妇 忘了娘的不孝儿子 沈碧琴一笑 还没吃呢 感冒了 起得有点晚 送开花也绽放春风笑容 你熬锅粥给我们就行了 赵明月手指一点二楼 你老婆在书房 哦 好的 谢谢妈 我去书房找老婆 叶凡一个不察 马上冲向楼梯 走出几步 她突然打了一个机灵 掉陷阱了 你妈感冒了 你妈没吃早餐 你还喊着喜欢吃什么 就做什么 老婆一出 就全都抛之脑后了 叶凡背后止不住一凉 羞羞羞 几乎同一时间 三个苹果齐齐 从背后砸了过来 叶凡连滚带爬跑路 第1985章中招了 老婆救命 老婆救命 叶凡惊慌失措 跑入书房 还反手关闭了房门 坐在老板椅上 看住大海打电话的 宋红颜放下了手机 她巧笑倩夕 望向了叶凡 怎么了 三位妈整天给我挖坑 他们跟你一起掉入水里 我就谁 叶凡一脸委屈跑过去 坐在女人腿上 我每次都不受控制地 选择了你 他们怒了 要掐死我 叶凡近距离 看住女人出声 我只能跑过来 躲一躲了 宋红颜奄然一笑 那你说 我跟三位妈妈掉水里了 你就谁啊 当然是你了 叶凡一本正经回答 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虽然有哄宋红颜的成分 但这也的确是叶凡救人顺序 因为叶凡心里知道 如果不把宋红颜先救上去 三位母亲是不会让她救的 与其在危险时扯皮 不如浅脆一点救人 油嘴滑舌 宋红颜伸手一戳叶凡额头 称笑的样子 在阳光中很是迷人 这么讨好 我 是不是昨晚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 老实交代 是跟金志愿滚床单了 还是跟霍子言缠绵了 她俏皮一笑 或是把武绝成吃了 我是这种人吗 叶凡阵阵有字 这朵家花够鲜艳了 我怎么会去采野花呢 而且我严重怀疑 你昨晚下半场跑掉 是故意考验我对不对 叶凡反客为主 我就不信 你半夜三更跑回来 有事情忙 哈哈 小东西 觉得我用一群闺蜜考验你 宋红颜娇笑起来 伸手还住了叶凡的腰 你看影片看多了 我哪有那么傻 拿鱼儿去考验猫 拿花蜜去考验风 这世界 有不少东西可以考验 但也有很多东西不能去测试 而且我对你绝对信任 他对叶凡有着信心 那些妖精可能把你吃了 但你绝对不会去碰他们 你这是不拿我当年轻人啊 叶凡捏住女人下巴 我二十多岁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你在血气方刚 我也相信你 宋红颜眸子温柔 望住身上男人 红唇微微张起 当初你做唐家上门女婿 水深火热孤苦煎熬的时候 你都没有背叛唐若雪 把我这中海第一邀女吃了 你现在又怎么会扛不住 金志愿他们诱惑呢 她跟叶凡的感情 是一步一步熬上来的 见识过她的落魄 见识过她的痛苦 也见识过她的辉煌 宋红颜又怎会不相信叶凡呢 叶凡神情也温和了起来 相较于唐若雪带来的质疑 这个女人给她太多的温暖 之所以回来 是金志愿他们的款项到了 我跑回来跟爷爷对见 宋红颜道出 自己连夜离开北极熊号的原因 爷爷准备参加明天的拍卖会 叶凡一语道破 他要竞拍黄金岛 没错 就是我们篝火晚会过的黄金岛 宋红颜眸子闪烁一抹欣赏 他聚集了五千亿 准备直接砸下去 叶凡苦笑一声 爷爷真是大手笔啊 宋红颜身子前倾 贴着叶凡胸膛 让他离陶孝天远一点 几乎同一个时刻 沙和高尔夫球场 唐若雪正把陶孝天 客客气气送走 陶孝天一上来就诉苦 还不断追问一千两百亿 什么时候到账 唐若雪知道 陶孝天忍耐到了极限 也就没有再随便敷衍他 他当场让轻仪给陶氏宗亲会 转了两百亿现金 随后唐若雪承诺 剩下一千亿 一定会在明天最晚的期限内 转给陶孝天 唐若雪还摆出自己的难处 唐黄浦的攻击和四处搞事 让地豪银行很多回款不及时 对方一拖再拖 唐若雪也只能撑到最后 给陶孝天现金 这两百亿 还是唐若雪自己的私房钱垫出来 他这样拿自己家底贴补陶孝天 就是在意双方盟友的关系 唐若雪也承诺 如果地豪银行明天违约 今天转的两百亿现金 任由陶氏宗亲会没收 由两百亿入账 唐若雪承诺 加上老K和宗亲会五千亿到账 陶孝天情绪缓和不少 他也表示一直相信唐若雪 也感激他的帮助 明天资金到位后 他一定跟唐若雪大罪一场 拿到两百亿以及缓和双方关系后 陶孝天闲聊一会儿 就带着人匆匆离去 虽然他很是贪恋 跟唐若雪在一起 但明天竞标黄金岛是大事 他必须全力以赴 唐总 这陶孝天为了这钱 还真是夹着尾巴 讨好我们看住陶孝天 远去的车队 轻易站在唐若雪的身边 放了他这么多天鸽子 还只给两百亿 依然没有暴怒 反而千恩万谢 他补充一句 看来真是有大事要钱啊 当然 而且是至关重要 不容有失的大事 唐若雪淡淡一笑 不然以陶孝天的暴躁性格 咱们这样耍弄他 早被他打爆脑袋了 这也可以判定 在拿到剩下一千亿 完成他的大事之前 陶孝天对咱们只会捧着 他绝对不敢对我们造次 唐若雪做出一个判断 随后猛的一挥杆 把白球打飞出去 这也说明 叶凡的示警 就是挑拨离间 轻衣一笑 陶孝天现在跟孙子一样 等待着咱们一十亿 又怎会对你下手 陆瑶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唐若雪微微摇头 带着轻衣和保镖继续上前 叶凡变了 特别是根 宋红颜订婚之后 他的心里就只有宋红颜一加了 他的目光 多了一抹遗憾 十一世异 物是人非 叶凡再也不是当初 那个善良的家庭主夫了 他为宋红颜卖命无所谓 但拿你做垫脚时 就有点过分了 轻衣流露一抹哄讽 怎么说你也是他前妻 还是旺凡的母亲 别说这些了 由他去吧 唐若雪走到白球旁边 喜心厌旧的男人 就如这一颗白球 给我滚蛋吧 话音落下 唐若雪猛的一挥赶 啪的一声 白球嗖一声 飞了出去 秀 就在唐若雪她们 目光随着白球落下时 前方突然转出一个 推住婴儿车的圆脸女子 车子的轮子 不知为何一歪 刚好从道路偏移了出去 挡在了白球落下的轨迹 砰 一声巨响 白球砸在婴儿车 惨叫顿时响起 婴儿哇哇大哭起来 圆脸女人也尖叫一声 儿子 儿子 你怎么了 你怎么出血了 谁砸的球啊 谁砸的球啊 把我儿子脑袋砸破了 快来人啊 快来人 圆脸女人抹着眼泪 四处求救 唐若雪脸色一变 一丢球杆就冲过去 轻仪和唐门保镖 也都迅速跟上去 几个唐门保镖 还扼手婴儿车四周 挡住向圆脸女子 靠近的宾客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失手伤到你儿子了 唐若雪冲到 圆脸女人面前道歉 我马上叫救护车 轻仪下意识要拉唐若雪 她担心有什么危险 轻仪 别拉我 不会有事的 唐若雪甩开轻仪的手喊道 快叫救护车 轻仪敏锐扫过圆脸女人 和婴儿车一眼 发现车子没有藏匿机关和炸物 圆脸女人也一着清凉 背心和短裤一目了然 没有藏匿武器 婴儿也是活生生的 不是什么玩具 只是额头见血 痛哭不已 连叼着的奶瓶都吐了出来 你怎么打球的 此刻 圆脸女人一把扯着唐若雪吼道 你看把我儿子砸成什么样了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我会赔偿的 我看看你儿子 唐若雪再度道歉 随后下意识俯身查看婴儿 你把我儿子砸出血了 砸得连奶都不喝了 圆脸女人拿起奶瓶愤怒控诉 我要告你 要让你倾家荡产 吼叫之中 他还一把扭开了奶瓶 一缕气体飘飞出来 轻疑脸色巨变 吼出一声 唐总 小心 视警之余 他一把拉住唐若雪后退 同时身子一侧 挡在前方 他起脚踹中圆脸女子的腹部 啪 圆脸女子惨叫一声喷血后跌 但同一时刻 他手上的牛奶泼在了轻疑脸上 牛奶一碰到肌肤 顿生白烟 胶 胶着刺鼻 好像烤肉一样 啊 轻疑瞬间五官扭曲 露出下巴的白骨 轻疑 唐若雪剑状尖叫一声 他一把抱住神情痛苦无比的轻疑 还闪出一枪打抱挣扎起来的圆脸女人 接着 他扭头对唐门保镖吼道 去请叶凡 第1986章我没空 唐若雪虽然认识轻疑没多久 但两人也算是经历不少生死 加上轻疑是父亲留给自己的人 所以唐若雪早把他当成半个亲人 因此看到他保护自己被毁容 唐若雪本能心如刀绞 卧龙这几天即将五道突破 凤厨要陪在他身边保护 所以唐若雪只能找叶凡帮忙 唐氏保镖手忙脚乱把电话打给叶凡 唐总 我不会死的 不需要找叶凡 送我去医院 去医院就好轻易忍住剧痛拉住 唐若雪挤出一句 你也不要叫凤厨 卧龙正式突破之时 需要有人守护 熬过了这一关 咱们就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只是这几天 你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轻易叮嘱唐若雪几句 随后脑袋一歪晕了过去 轻易 轻易 唐若雪见状连连喝叫 随后对唐氏保镖吼道 快送轻易去医院 快 冷静下来的他 看住血肉模糊的轻易 知道原地等住不是办法 不赶紧送去医院 只怕叶凡没到 轻易已经活生生痛死 而且他心里又有了一丝倔强 说不定医院也能解决轻易的状况 这样他就不需要求助叶凡了 唐氏保镖文言迅速动作 把轻易抬入车内送去附近医院 几个唐氏好手还紧紧守着唐若雪 免得他又遭受到敌人的袭击 只是攻击的敌人没有再出现 好像一瓶硫酸就达到墓地了 五分钟后 轻易被送入了红十字会医院救援 在手术室灯光亮起的时候 唐若雪也在门口不断徘徊 一个小时后 一个主刀医生带着护士满头大汗走了出来 唐若雪忙迎接了上去 医生伤者情况怎么样 主刀医师擦擦额头的汗水 但情况很不乐观 唐若雪眼神易冷 什么意思 腐肉割掉了 伤口也清理了一遍 还让红颜白药和轻衣无暇遏制了伤势恶化 主刀医生也没有什么隐瞒 把情况很直接告诉唐若雪 只是 这 强酸不是普通异的硫酸 它是特殊配置出来的 还混入了类似白草窟的毒素 杀伤力太强 它的伤口还在腐蚀 毒素也在慢慢渗入 就好像一滴墨汁滴入清水中一样 看似微不足道 扩散也缓慢 但却不可遏制蚕食住它的生机 七天之内 如不彻底解决腐蚀和毒素 病人很大概率活不下来 它给出一个建议 红十字医院无法解决 我建议你送去龙都医院救治 什么 唐若雪文言脸色一变 这强酸还有毒 主刀医生点点头 随后就带着人离开 王八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唐若雪 毛子流露一丝悲愤 随后扭头看看 被护士推走的轻衣 轻衣沉睡 整张脸被药膏覆盖 看不清她的神情 但毛子中的痛苦 清晰可见 她摇摇嘴唇 随后拿出手机 拨打了出去 轻衣受伤了 还中毒了 叶凡接到唐若雪电话的时候 她正坐在天台 给宋红颜图指甲优 宋红颜爱美 喜欢指甲鲜艳夺目 叶凡自然尽心尽力满足 她一边握着女人的脚环 小心翼翼上色 一边把手机打开 免持跟唐若雪对话 她要让宋红颜放心 宋红颜知道叶凡心思 浅浅一笑 捏起一颗葡萄 塞入了叶凡的嘴里 对 轻衣被腐蚀了半张脸 强酸中还有毒素 医院解决不了 唐若雪的声音 在天台中清晰响起 现在只能你出手救治了 我早上提醒了你好几次 陶家人会对你下手 你就是不信 叶凡毫不客气打击 但凡你多留一个心眼 哪会有现在这烂事 语气斥责 但叶凡心里松了一口气 受伤的不是唐若雪就好 不然自己又要头痛了 毕竟唐若雪毁容了 叶凡难于跟唐旺凡交代 行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纠扯谁对谁错 有意思吗 听到叶凡斥责自己 唐若雪止不住生出一丝怒意 非要掰扯清楚 那是我错了 我不对 我跟你说对不起 可以了吗 你赶紧来红十字医院 医生说了 越吃解决问题 轻衣切掉的腐肉越多 毒素越深 搞不好整张脸都要换掉 五脏六腑也会受到伤害 而且她现在非常痛苦 连睡觉都说不出的扭曲 唐若雪很是担心轻衣的生死 我现在就去医院门口等你 你快一点过来 叶凡淡淡出声 对不起 我没空 你没空 现在还有什么事 比轻衣生死更重要 唐若雪怒道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我早上的回应 我都说我错了 我不对 如果还不够的话 我当面跟你说对不起 还不满足的话 等你 就治完轻衣 你再向我开条件 即使你和上次一样 打我三个耳光 我也毫无怨言 唐若雪豁出去了 只要叶凡能救轻衣 她无所谓承受羞辱 我真没空 叶凡漫不经心 我要给我老婆 涂指甲油 说完之后 她又给宋红颜的小脚趾 涂上了红色 对叶凡来说 就治对自己 充满敌意的轻疑 远远不如给心爱女人 涂指甲有意义 等我涂完指甲 看看情况再说吧 随后 叶凡又抓起宋红颜 另一只小脚 把上面的船袜 脱了下来 唐若雪文言 差一点吐血 你 好了 老公 你是医生 应该救死扶伤 此刻 宋红颜 伸至自己的左脚 还活动了一下脚趾 脚趾晶莹剔透 在阳光中 跟透明的一样 配上指甲的红颜 形成剧烈反差 赏心悦目 而且是唐总出生 你怎么也该去看一看 我这指甲 晚上在涂不迟 宋红颜扭头 对住叶凡手机出声 唐总 叶凡很快过去 轻衣不会有事的 她还嘟起小嘴 给叶凡喂了一颗甜甜的葡萄 补偿自己拆台叶凡的歉意 不用了 轻衣的伤 我会想办法解决 没等叶凡出声 电话中的唐若雪 声音突然冷静了下来 轻衣就是死 我也不会让叶凡遗址 随后 她啪一声挂掉了电话 第1987章 查清大动作了 虽然唐若雪恼怒 但叶凡还是在 宋红颜催促中 去了红十字医院 只是唐若雪 似乎猜到叶凡会过来 提前半拍 带着轻衣离开了医院 毫无疑问 叶凡出使的拒绝 让她动了气 叶凡很是无奈 拨了几通电话给唐若雪 但她都关机了 叶凡联络几次没有结果 她也就放弃了 转而跑去找陈斯文 看看筹建金志玲的进程 而这时候 唐若雪他们正带着轻衣 驶向公海 站在甲板上的唐若雪 脸带寒霜 她哀求叶凡出手救治轻衣 叶凡却高高在上拿捏 这让她很是恼怒 等到听到叶凡尊从宋红颜 指示前来医院时 唐若雪就彻底动了肝火 这不只是拿捏 还是羞辱 唐若雪不能忍 所以她提前带走轻衣 不承受叶凡那点施舍 只是她又不能眼睁睁 看着轻衣死去 因此就带着她前去找凤厨 寻求救治 凤厨不便离开卧龙 唐若雪就把人带过去 游艇呼啸 浪花翻滚 唐若雪的目光越发冰冷 她发誓 要好好记着今天的耻辱 期间 陶孝天打了十几通电话 唐若雪都毫不犹豫挂掉 情报人员已经查清 圆脸女子底细 确实是陶氏宗庆会的人 唐若雪虽然不相信 陶孝天对自己下手 但现实摆在面前 也就不想接受解释 她寻思是自己一再躲避陶孝天 让她伸出怒意 给自己一点教训 两个小时后 游艇驶入了公海 来到一个毫不起眼的荒岛 荒岛地势低矮 草木丛生 还湿热无比 不过正中间有三座 相隔二十公尺非常隐秘的茅屋 卧龙就在左边茅屋的地下室修行 凤厨住在中间茅屋守护 右边茅屋则是储存食物 浸水 药品和快艇的地方 凤厨手里还有几部卫星电话 可以很好的生存和连接外界 只是唐若雪却没有太多打量环境 让唐氏保镖抬住轻仪迅速前行 凤厨 凤厨 快 轻仪受伤了 需要救治和解读 唐若雪急匆匆向闪身而出的凤厨 导出情况 随我来 冷冰冰的凤厨没有废话 打出一个手势引导众人来到居中茅屋 他动作利索扫开一张桌子 铺上一床白色毛毯 然后让人把轻仪放上去 轻仪刚躺上去 凤厨就迅速给他检查 片刻之后 他停下了动作 脸上带着一丝凝重 唐若雪见状忙问出一句 凤厨 轻易情况怎么样 情况不妙 但我可以救治 凤厨呼出一口长气 只是这个救治 会耗掉我八成以上的精力和体力 这也意味着 我会失去守护卧龙的能力 而卧龙这两天正式突破的关键时刻 整个人几乎毫不设防 一旦受到 敌人袭击 他轻则走火入魔 重则跟三岁小孩一样被杀 他补充一句 所以我不敢轻易出手救治轻疑 凤厨 没事 你放手救治 唐若雪脸上带着欣喜 这意味着轻疑没事了 也意味着不用求叶烦了 这地方足够隐蔽 不会有什么敌人杀上门的 而且还有我和二十四名唐氏保镖 足够抵挡一般的危险和保护卧龙 你赶紧救治轻疑 医生说 再不救治 腐蚀和毒素会越来越深的 他眼里带着 一股子急切 希望轻疑早一点脱离危险好起来 腐蚀和毒素确实还在进行 不过三五天不会有生命危险 凤厨声音冰冷而出 我觉得 还是等卧龙突破之后 再救治轻疑保险一点 他也希望救治轻疑 但希望缓缓 三 五天不会有生命危险 也就是说三五天后 轻疑就可能死 唐若雪皱起眉头 望向凤厨 卧龙虽然说这两天很关键 但也只是可能突破 但如果不突破呢 或者再吃几天突破呢 岂不是又要等 毕竟卧龙突破的时间 连他自己都无法断定哪一天 所以等卧龙突破后 再救轻疑 轻疑生死的变数太大了 不如现在就救治 搞不好轻疑就白死了 他伸手握住凤厨的手 凤厨 你还是出手吧 听到唐若雪这样说 凤厨微微低垂眼帘 神情说不出的犹豫 比起轻疑的伤 他更想卧龙安全突破 而且他相信轻疑三 五天不会有事 卧龙也能两天内突破 但唐若雪的急切 又让他无形中感受到压力 凤厨抬起头 唐总 我觉得 还是等两天 再救治轻疑吧 等两天 轻疑又要痛苦两天 卧龙 也未必突破 唐若雪看住眼神痛苦的轻疑 坚持自己想法 凤厨 救人要紧 凤厨摇摇头 唐总 大局为重 凤厨 轻疑说 你们三个 是我爸爸留下来辅助我的 唐若雪脸色冷了下来 那你们就应该 以我的意见为主 我现在希望 你马上救治轻疑 他一字一句开口 卧龙的安全 我和保镖他们会守护 会拿命守护 凤厨张张嘴巴 想要说什么 却最终叹息一声 行 我马上救治轻疑 凤厨拿来自己的医药箱 你们把它抬到地下室吧 出于安全考虑 每座茅屋下面 都有一个 类似防空洞的地下室 唐若雪忙 亲手帮忙 把轻疑抬下去 很快 凤厨就穿上白大褂 对轻疑进行治疗起来 唐若雪也带着唐门保镖 来到茅屋面前守护 等了一个小时 唐若雪感觉有些口渴 他看看时间 就让几名唐门保镖去游艇搬些 净水和食物下来 这两天 估计都要在这荒岛守护卧龙 他们渡过了 叮 就在这时 唐若雪手机震动了起来 他微微皱眉 戴上耳塞接听 很快传来了江燕子的声音 唐总 我们照你的吩咐 终于搞清 陶孝天大动作是什么了 他咳嗽一声 带着伤势美好的态势 就是陶孝天 节流5000亿的用途 是什么 唐若雪眼睛一亮 带着一抹好奇 从陶孝天那里挖出来了 这些日子 他四处窥探陶孝天 大动作是什么 故意躲避他几天 也是想要炸一炸 可始终没有得到确切消息 陶孝天守护秘密太厉害了 不 不是陶孝天那边挖出来 陶氏守口如瓶太厉害 根本听不到半点风声 江燕子压低声音 我是从 陶孝天敌人宋万三 那里打开缺口 宋万三唆使宋红颜 昨天搞了一个名媛派对 从南国商会金志院 他们那里借了2000多亿 我打听到 宋万三要集他们的钱 明天竞拍黄金岛 江燕子补充一句 而且竞拍承受价位高达5000亿 竞拍黄金岛 唐若雪微微直立身躯 这意味着黄金岛有大用途 还是一块大肥肉 不 大金矿黄金岛应该有巨大价值 不然陶孝天和宋万三不会这样 砸钱 只是具体有什么还查不出 江燕子咳嗽一声 当然 这越是查不出 越是意味着机密 越是机密 价值越大 唐若雪呼出一口长气 看来我要跟陶孝天好好分杯羹了 不然怎么出这一口破硫酸的气 唐总 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插手 江燕子语气由于开口 5000亿 算得上陶孝天和宋万三倾家荡产之战了 这个竞拍 一定是杀红眼的你死我活 你去抢一口肉 很容易被他们咬死撕碎 地豪银行还是收点利息钱为上 他提醒一声 有些钱 有些肉 真的不能伸手 唐若雪没有出声 只是眺望着岸边游艇 还有四名班东西的唐门保镖 他思考要不要抢黄金岛这块肉 只是没等他做出决定 他的视野多出十几艘呼啸而来的快艇 一艇三人 各戴面具 兼扛火器 他们对着唐若雪 停在岸边的游艇就是一轰 半空嗖嗖嗖掠过一阵橘红色火焰 无比刺眼 唐若雪止不住身子一番 趴在地上吼道 小心 话音还没落下 就见十几枚火箭弹 全方位轰在了游艇上面 轰轰轰 一连串的爆炸中 游艇和四名保镖瞬间炸成了一堆碎片 第1988章似曾相识 混蛋 看到游艇被炸 四名保镖横死 唐若雪悲愤不已 他怎么都没想到 会有敌人跟住自己到这里 他更没有想到 敌人这个时候杀上门 卧龙突破 轻疑昏迷 凤雏手术 全都是最关键的时刻 一不小心 卧龙他们就会全部横死 散开 不访 散开 不访 远处吹来的灼热气息中 唐若雪对保镖喝叫了起来 保护轻疑他们 唐氏保镖文言迅速拔出武器 翻滚出去 只是唐若雪刚才的吼叫 也引来了敌人的注意 一个戴着猪头面具的黑衣汉子 对住唐若雪方向 就是猛的一轰 秀 又是一枚火箭弹 穿透硝烟 冲向唐若雪位置 呼啸而出的火箭弹 喷着橘红的尾燕 就像是掠空而来的流星 二十名唐氏保镖 健壮全身僵直 相较于岸边游艇被轰翻的震惊 他们此刻多了一丝冰凉 刚才出事只是同伴 现在死的就是主子 唐若雪死了 他们就是以死谢罪 也无法弥补 唐若雪也是一脸苍白 无比绝望 没有强横身手 也没有武器的他 根本避不开这火箭弹一轰 他只能眼睁睁看住死亡照相自己 看住转眼极致的火箭弹 唐氏保镖几乎齐齐呼喊 唐总小心 砰 就在这时 茅屋房门被踹开 一把鱼叉飞射了出去 砰 尖锐的鱼叉一闪而逝 随后在半空跟住火箭相撞 又是一记惊天动地的暴响 火箭弹和鱼叉在空中炸开 无数碎片和火焰四处飞溅 天空像是下起了流火 啪啪啪很是好看 十几棵椰子树和草木也被点燃 噼噼啪啪燃烧起来 让众人视线变得清晰 唐若雪他们扭头一看 发现凤厨半跪在门口 他气喘吁吁 汗水淋漓 疲惫得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显然轻易的救治 鱼叉的一击耗掉了他全身的力气 凤厨 唐若雪见状忙滚了过去 一把搀扶住轻易出声 你怎么了 他眸子中闪过一丝愧疚 对不起 我没想到真有敌人跟上来 如不是自己逼迫凤厨就知轻易 以凤厨实力肯定能从容应付现在场面 唐总 不关你是 是敌人太狡猾了 你不要想太多 凤厨努力摆手安抚唐若雪 我 我没事 就是没能气了 轻易没事了 毒素被我逼出来了 但处于麻醉中 三个小时醒不来 我也至少需要两个小时缓冲 唐总 你们一定要想法子扛住 他咳嗽一声提醒唐若雪 不然我们全都要死 卧龙也会没命 为了让轻易安然无恙活下来 凤厨几乎耗掉了全部内力 刚才抛射鱼叉就唐若雪 更是让他受到了一点内伤 他现在真是手无腹肌之力 只能寄托唐若雪身上吗 唐若雪很难过 凤厨 对不起 我不该来找你的 他还对叶凡生出一丝欺然 如不是叶凡拿捏刺激自己 他们怎么会有现在的困境 玄壶济世 救死扶伤 唐若雪对叶凡曾说过的话 持之以鼻 唐总 别说对不起了 当务之急 是扛住敌人攻击 凤厨一握唐若雪的手掌 咬着苍白的嘴唇叮嘱 记住 不要冲锋 只要拖延 拖得越久 对我们越有利 两个小时 他就能恢复两成战斗力 也就能应付现在危机 唯一担心 就是唐若雪他们撑不过这点时间 明白 唐若雪点点头 我会坚持住的 随后他对唐门保镖吼出一声 把我狙击枪拿过来 很快一个黑色箱子传到了唐若雪手里 唐若雪把凤厨搀扶进茅屋歇息后 就迅速把长枪零件组织起来 一分钟不到 一把狙击枪就出现在唐若雪手中 要想扼手得久一点 只能靠弹无虚发给对方威慑 羞羞 几乎是唐若雪刚握住长枪 海风吹卷的硝烟中 又是一连串的锐响 三架携带探头和炸雷的无人机 向茅草雾冲了过来 这种改装的无人机 不仅能透过探头窥探状况 还能锁定目标后同归于尽 炸雷的钢珠足以覆盖30公尺范围 气势惊人 唐若雪这次没有躲避 甚至没有喊叫 就那么蹲在一颗岩石后面 他目光定定看住冲过来的无人机 呜 无人机很快就冲到前方50米 嗡嗡嗡的声音非常刺耳 唐氏保镖不敢抬头 免得对方冲过来同归于尽 无人机很快锁定唐若雪 嗡嗡直叫后就俯冲而下 扑扑扑 唐若雪眼神一冷 不断扣下板机 三颗狙击弹头飞射出去 接着半空就传来一连串爆炸 轰轰轰 俯冲过来的三架无人机 全被拦截 碰撞一番后纷纷化成火焰落地 看起来好像下了一场烟火雨 无数缸珠也羞羞羞飞射 击断不少草木和石头 敌人没有停歇 看到无人机没有轰翻茅草屋 又是五架无人机砸了过来 这次不再窥探 直接向唐若雪位置冲锋 唐若雪再度扣下板机 又把五架无人机击落 这次因为唐若雪早早射击 所以无人机落在前方200公尺 燃烧的灰烬就落在边缘草木 也让沙滩的情况明朗了两分 唐若雪他们能够看到15艘快艇横在沙滩 50多名杀手在一个猪头猛男的带领下 手持盾牌向茅草屋方向推进 所有杀手轻一色热武器 其中15人则肩扛火箭 他们戴着面具穿住防弹衣 军靴也是落地有声 搞得跟三角洲战队一样 他们急促又有秩序的 逼近唐若雪等人 看住猪头猛男 唐若雪微微眯眼 虽然看不到对方面目 但依稀感觉身材和神态有些熟悉 他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猪头猛男 甚至双方打过交道 只是他很快压制着念头 聚精会神迎敌 他对唐氏保镖喝道 不要乱开枪 省子弹 听我安排射击唐氏保镖 琪琪回应 明白 G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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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机虽然再次被击落 但杀手也把唐若雪的情况摸清楚了 猪头猛男目光炽热 挥舞着武器 对住同伴连连吼出指令 唐若雪在茅草屋 唐若雪还没死 杀了唐若雪 给唐西关报仇 给唐清风报仇 校长有令 谁打入唐若雪第一颗子弹 谁就中奖一个亿 随后打中者 一弹一百万 猪头猛男发出了重赏 也毫不避及自己底细 不过他和15名火箭弹手没有冲锋 还站在最后面减少风险 杀唐若雪 赚大钱 杀唐若雪 赚大钱 听到猪头猛男这一番话 四十多名杀手马上嗷嗷直叫 神情说不出的振奋 他们恨不得马上冲到唐若雪面前乱枪扫射 这样一来 半辈子的富贵就有了 看住一众手下疯狂冲锋 猪头猛男眸子闪烁一抹灵力 唐若雪 欠我的 该还回来了 第1989章会不会无言面对 杀 四十多名匪徒一边冲前 一边开枪 子弹横飞 打得草木折断 岩石碎裂 还打中了几名没有躲避好的唐石保镖 他们惨叫一声从掩体跌落出来 只是惨叫没持续多久 他们就招致更多子弹倾泻 然后一个个剑血死去 混蛋 唐若雪 剑状很是悲愤 握着长枪的手微微发抖 他没有立即反击报仇 他牢记住凤厨的话 要尽量拖延时间 而且弹药有限 他要省一点用 所以他死死咬着嘴唇 任由敌人乱枪扫射 等待他们靠近 很快 十几名杀手就摸到了三座茅草屋前方的50公尺 他们锁定茅草屋异常兴奋 认定唐若雪就躲在里面 一名杀手吼叫起来 轰了茅草屋 轰了茅草屋 唐若雪在里面 十几名冲在前面的敌人 抬起枪口 指向茅草屋 唐若雪果断喝出一声 打 随后 他一闪而出 长枪喷出了弹头 扑扑扑 三名杀手还没轰中茅草屋 就听到一连串的枪声响起 他们身躯一颤 惨叫一声 脑袋开花倒地 唐门保镖也从各处掩体出来 对住敌人就是一连串射击 但如雨水倾泻 十几名敌人惨叫一声 痛苦不已摔在地上 一名杀手 剑撞脸色俱变 下意识往后撤离 但他没有跑出机密 唐若雪就一枪打爆他的头 后面押上来的十几名敌人 剑撞纷纷躲避 只是唐若雪不给他们机会 端住长枪不断点射 一记记沉闷枪声中 又是七八名敌人倒地 剩下八名冲锋的杀手 忙躲在椰子树后面 手忙脚乱扫射子弹 唐若雪重新填充子弹 接着击穿一棵棵椰子树 弹头又把六名杀手 击杀在树木后面 剩余两名敌人 条件反射跑路 唐门保镖趁机起身扫射 把两名敌人乱枪打死在路上 鲜血染红了地面 茅草屋重新恢复了安静 看到歼灭三十多名敌人 唐氏保镖拾起大阵 他们望着唐若雪的目光 也多了一丝崇拜 这些保镖都是 轻衣挑选和培养出来的人 对轻衣的熟悉远胜过唐若雪 他们原本以为 唐若雪就是一个花盆 没想到枪法却不输给轻衣 这让他们感到了主心骨 这也让他们 对今天一战充满了信心 只是重新躲回 岩氏后面的唐若雪 此刻不仅没有胜利的喜悦 反而又生出一股凝重 敌人损失惨重之后 只怕攻击会更疯狂 而自己手上的弹药 已经不多了 弹无虚发 不愧是唐三国的女儿 有点意思 此刻 依然站在沙滩上的猪头猛男 正捏出一只雪茄 细血不已 他看住一个个横死的手下 脸上没有太多情感的波澜 好像他们死活跟他毫无关系 他的目光更多远处的唐若雪未至 就是这个女人 助纣为念 支持外人陈渊渊把唐门搅得血与腥风 就是这个女人 搞出十大安全事故 让唐校长焦头烂额 也是这个女人 杀死了唐西关和唐清风他们 还是这个女人 一把枪轰掉他的无人机 和几十名杀手 更是这个女人 从他手中抢走位置 还逼得他改头换面 远走他乡 如不是唐平凡 横死唐门变故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 重回唐门做事 猪头猛男 这次锁定唐若雪下手 以为可以轻易拿人头 回去领功 没想到 却折了几十号人 他意外 他感慨 却没有胆怯 相反 他的眸子闪烁一股战意 神枪手 呵呵 老子看看 你这神枪手厉害 还是我的火箭弹厉害 猪头猛男 手指弹飞点燃的雪茄 对住身边轻信 喝出一声 给老子轰了他们 十五名唐门杀手 马上迅速散开 他们扛着火箭筒 占据各个有利位置 从不同方向 不同高度 锁定茅草屋 老子看看 究竟是你枪快 还是我火箭弹快 猪头猛男凝笑不已 老子就不信 你三秒能开十五枪 放 一声令下 修修修 十五枚火箭弹一起发射 远处 正扛着枪 盯视前方的唐若雪 见状一脸绝望 不 他吼叫一声 随后砰砰砰 射出六颗子弹 唐门保镖也嗅到了危险 对住半空 就是乱枪扫射 轰轰轰 九枚火箭弹 被弹头击中 轰的一声 在半空炸开 只是 还有六枚火箭 毫不留情 倾泻了过来 只听 砰砰砰 一阵暴响 十几名唐士 保镖被轰中 惨叫着 从掩体 跌飞出来 储存 食物和 净水的茅草屋 也两声巨响 变成一堆废墟 卧龙和凤厨 他们所在的茅草屋 虽然有唐若雪射击 挡下六枚火箭弹 但还是有一枚 落在两座茅草屋中间 轰 一击爆炸声中 土地炸飞 茅草屋也被掀翻 爆炸的火焰 还迅速蔓延 把茅草屋也点燃 唐若雪 也受到了巨大冲击波 闷哼一声 从掩体处跌出来 它撞在一棵树上 全身剧痛不已 手里握着的长枪 也都甩飞出去 它还扑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只是唐若雪 顾不得自己的伤势 看住大火中的茅草屋 悲愤吼叫 卧龙 凤厨 轻衣 它很是后悔 很是自责 为什么要来这里 如果不来这个荒岛 就不会为卧龙他们 带来灾难 现在不止轻衣没有救到 卧龙凤厨也要搭进去 二十四名保镖 更是横死 轻衣 唐若雪挣扎着 向燃烧的茅草屋爬去 他要尽力把这些人救出来 如果救不了 他就跟住他们一起死 爬行途中 他还气然一笑 如果叶凡知道 是自己没援手 而让他死在这里 会不会无言面对唐忘凡 随后他又散去了这个念头 想着心中那的积德的影子 白马骑士救了自己两次 还会不会从天而降 就自己第三次呢 他有着一抹期盼 但又摇头 不希望他来冒险救自己 敌人火力如此强横 他过来 一不小心就会舍了自己 砰砰砰 就在唐若雪 重新爬回掩体时 背后又响起了一阵枪声 接着又是几机惨叫 他扭头一看 正见猪头猛男 带着十几名手下包围上来 猪头猛男还一边叼着香烟 一边对唐氏保镖补枪 几个重伤的唐氏保镖顿时惨叫丧命 唐若雪悲愤无比 你们不得好死 哟 唐总 还没死啊 猪头猛男挥手制止手下开枪 带着人晃悠上前 你们家基因就是墙 一个个跟小枪一样 我十五枚火箭弹一起发射 都没炸死你 不得不说唐总你这运气 前无古人 不过没事 我补你一枪 你就一命无户了 他嘿嘿一笑 这也算了断你我恩怨 了断你我恩怨 你是什么人 唐若雪猛地抬头 盯着猪头猛男喝道 你是唐海龙 第1990章拔苗助长 嘖嘖 不愧是唐总 不愧是抢走我13只主事人位置的唐大小姐听到 唐若雪的话 唐海龙也没有遮掩 他哈哈大笑一声 还对着唐若雪竖起一个大拇指 我连面具都没有拆下来 你就能窥探出我的身份 实在了不起 可惜啊 再了不起 再漂亮 你的命也到头了 更可惜的是 咱们是唐门宗亲 三百年前是一家 不然我还真想尝一尝唐大小姐的味道 唐海龙的语气带着一抹遗憾 唐门的规则和底线摆着 唐海龙再想糟蹋唐若雪 也不敢乱来 唐海龙 王八蛋 我告诉你 我死了 你也活不了 唐若雪立刻一声 会有人给我报仇的 是吗 唐海龙呼出一口气 可惜不管谁给你报仇 你都看不到了 说完之后 他挥挥手拿过一枪 指向了唐若雪的脑袋 轰 就在唐若雪闭眼等死时 只听一座炷火的茅草屋 突然一声巨响 杂物纷飞 火花似箭 浓烟弥漫中 一道人影冲天而起 一股巨大冲力 向四周一掀 十几名杀手 闷哼一声跌飞 接着 一个头发如雪 发白的男子 飘然落地 唐若雪止不住一愣 显然也意外 这个人出现 杀了他 唐海龙对住手下 吼叫一声 同时扳机对住 唐若雪一扣 秀 子弹射出 却是偏离了诡计 因为唐海龙的枪口 像是被吸尘器一样 被偏了一寸 唐海龙想要挪动 却纹丝不动 他大吃一惊 没等他和一众手下反应 白发男子 左手对住唐海龙一抓 一道蚕丝闪过 秀 唐海龙身子一晃 瞬间被抓了过去 下一秒 白发男子的手 握住了唐海龙的脖子 唐海龙吼叫一声 你是谁 秀 白发男子没有回应 只是掌心一吸 唐海龙身躯一阵 面容惊恐 你 你 他觉得生机如潮水一样流逝 他吼叫不已 努力挣扎 却根本没用 三秒钟之后 唐海龙整个人如抽水一样 批白发男子抽走了精气神 砰 一声巨响 唐海龙变成一具前尸落地 死不瞑目 老夫 卧龙 白发男子轻飘飘出声 接着衣袖一挥 蚕丝一闪 十几名杀手脑袋一晃 齐齐伸手一触 在他们惨叫中 白发男子目光又望向了海面 远处有两艘渔船缓慢地经过 看起来人畜无害 却让他感受到十二道杀机锁定自己 好像随时会射来十二颗子弹 白发男子没有动作 只是淡淡望住渔船 爆发杀意狠狠压了回去 十二道杀机随之暴涨 还生出死磕态势 但很快就如潮水一样退去 接着 两艘渔船继续向前开去 十二道杀机也消失不见 没多久 渔船就远离荒岛 再也见不到影子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还有一伙人 白发男子眼里掠过一丝光芒 随后又恢复料如水平静 他望着唐若雪淡淡开口 唐小姐 你没事吧 啊 我没事 没事 看出这一幕 唐若雪震惊不已 没想到白发男子 就是闭关的卧龙 他更没有想到 卧龙强大到这个地步 他和一众保镖 拼死拼活对付的敌人 卧龙轻飘飘几下子 就解决了 只是他很快又反应了过来 对住火焰燃烧的茅草屋吼道 凤厨 凤厨 唐若雪焦急喊道 卧龙 快就凤厨他们 他们还在茅草屋里面 呼 卧龙脸上依然波澜不惊 右手轻轻一挥 一盆粉末随着他巨大内力 倾泻出去 茅草屋的火焰顿时一致 随后就全部熄灭 只剩下刺鼻的浓烟 唐若雪正要忍住疼痛 上前救人 卧龙却轻轻摇头 又是一挥衣袖 砰的一声 整个茅草屋连带杂物 全部掀翻出去 一块空地呈现在唐若雪前 空地角落还有一块防火板 卧龙一脚踩下 防火板碎裂 露出一个洞口 洞口顿时可见凤厨和青衣两人 他们都戴着防毒面具 凤厨还用身体死死护着青衣 感受到洞口被打开 凤厨更是抱紧轻衣 好像不想让他受到伤害 唐若雪止不住连连喊叫 凤厨 凤厨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凤厨耳朵一动 咳嗽几声 茫然抬头 唐若雪冲过去 凤厨 我们没事了 凤厨艰难挤出一句 唐小姐 敌人 卧龙淡淡出声 出来吧 敌人都死完了 没事了 凤厨身躯一颤 盯着卧龙开口 你出来了 他脸上有着难以置信 你突破了 我突破了 卧龙背负双手一笑 距离天静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凤厨欣喜如狂 只是他很快停止笑容 死死审视卧龙一番后 毛子多了一丝哀伤 拔苗助长 凤厨张嘴想说什么 卧龙却轻轻摇头 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他补充一句 轻宜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疗伤 凤厨点点头 眼里有着痛楚 唐若雪从地上找到手机 我请江燕子他们来接咱们离开 他跑去旁边给江燕子打电话 顺便看看还有没有参与敌人 凤厨抱着轻宜出来 深深呼吸新鲜空气 随后愧疚望着卧龙 对不起 我没有守护好你 他苦笑一声 我不该听从唐小姐指令去救轻宜的 不怪你 也不怪弱雪 卧龙轻轻摇头 这就是命 也算是我们对老师的一种偿还 时间不多了 抓紧做我们要做的事吧 他温润一笑 接着手指一弹 不远处 一架停在椰子树上的无人机 喷一声碎裂落地 半小时后 藤龙别墅 后院 宋万三正在进行海调 突然 手机震动 一通电话打入了 他带上耳塞接听 很快传来唐皇谱的淡漠声音 无人机传来的最后画面 唐海龙他们为杀唐若雪失败 他身边有三名很厉害的高手 除了轻仪之外 一个叫卧龙 一个叫凤初 这些都不是唐门高手 不是陈渊源派给他的 而且看起来也不像花钱能顾到的 他补充一句 因为 那个叫卧龙的 是递进大圆满高手 我都请不起这种人 有高手就有高手 你担心唐若雪派他们来杀我 宋万三不置可否一笑 放心吧 我巴不得他对我发难了 我有足够保护 还有 你不要总是想着拖我下水 你们跟唐若雪和陈渊源的恩怨 时不时给我吹什么风啊 我答应过叶凡 唐若雪不动我 我不会动他 所以唐若雪是不是强大 有没有威胁 不用告诉我 我不在乎 也不关系免得不知情的人 以为我跟你同流合污呢 而且我相信 唐若雪没有摆平你之前 他暂时不会找我报杀母之仇 宋万三看住平静海面一笑 你好好应付吧 别阴沟里翻船 唐皇蒲也不在意 只是摇头 老狐狸 挂掉唐皇蒲的电话后 宋万三又摸出另一个耳机带上 随后打出了另一部电话 让活着的人离开海岛 让该死的人永远死了 我再出十二亿 把所有残留的痕迹 全部给我抹掉 第1991章 什么叫惊喜 在宋万三打完电话 继续海掉的时候 唐若雪他们也正坐着 将燕子安排的游艇离开荒岛 荒岛已经暴露 卧龙已经突破 再留下来没有意义 而且轻宜需要一个 安静环境疗养 因此唐若雪带着轻宜 去另一个据点 当游艇掀起浪花 驶向前方时 卧龙站在了顶层 目光淡漠扫尸着海面 他不允许再有危险 威胁他们 看到风平浪静 海阁掠空 岁月一片静好 卧龙才缓缓收回目光 而这时 凤厨正端住一杯水 和两颗药丸 来到卧龙身边 这是十全大不要 你快服用下去 凤厨望着卧龙轻声开口 这对你身体有好处 这不要 是你好尽心血和时间 用十大天才地宝 铸造出来的 卧龙看住 喝不溜秋的药丸一笑 就是这样竭尽全力 你十年时间 也只配置出两颗 他不仅能够 顾本陪缘 还能起死回生 是这世界的 无价之宝 你让我把他们吃了 等于吃掉 你十年的心血 也等于吃掉 未来的机会 我不能要 也不敢要 啊 他拒绝了 凤厨的好意 只是端起温水 喝入了两口 你我本来是生死同共 哪有什么不能要 不敢要 凤厨很固执出声 你赶紧服下 一瞬白发 不仅伤了你五道根基 也透支了你生机 你不吃下这两颗 十全大补完 你会让我更愧疚 没有守护好你的 他的语气 一如既往冰冷 只是毛子多了一丝欺然 拔苗助长 先胜在摔 甚至死亡 凤厨 别愧疚 这真是个意外 一个命中注定 沃龙安抚凤厨情绪 这不怪你 我也从来没怨恨过你 我 也不是什么清高的君子 如果这药丸 对我真的有大用 我会毫不犹豫吃掉 只是他们现在对我来 真的意义不大 吃了他们 我身体和五道衰落 也就迟缓十天半月 用这一点时间 换掉两颗 起死回生的神药 纯粹是暴挺天物 他伸手一抚凤厨的脸颊 你还是留着他们吧 将来说不定用得上听道 沃龙承认拔苗助长 凤厨尽管早有准备 但还是身躯一颤 能撑多久 我现在是递进大圆满 这境界能保持半年 沃龙保持着温润乐观的笑容 半年后 估计每三个月 滑落一个境界 也就是说 我估计要两年时间 才会变成一个废物 如果我努力一点挣扎一下 可能又会撑多半年 两年时间 足够做很多事情 也会发生很多事情 说不定我撞见其欲阻止衰亡 再说了 我变成废物也不要紧 我脑子还在 依然可以成就很多辉煌 沃龙轻描淡写安抚着凤厨 只是眸子深处闪烁一抹惆怅 他面临的不仅是五道衰落 还有生机不可遏止的流逝 你不会成为废物的 凤厨嘴唇抖动了一下 想要多说什么 却最终沉默 他看得出 沃龙对自己有所隐瞒 而且就算沃龙所说是真 凤厨也依然感到难过 沃龙是五吃 除了吃饭睡觉外 他全部精力和时间都在钻研舞蹈 他不是在舞蹈突破上 就是在舞蹈突破的路上 几十年下来 他评级天赋以及双倍的努力 不仅把晋升到地境巅峰 还把每一个境界打得扎扎实实 地境巅峰卡了三年 沃龙也没助级 反而更加进行修炼 这一种平和随人的心态 让沃龙几天前突然顿悟 看住海岛的海阔天空 沃龙还对他说 他感觉最近又要突破了 而且这一次 沃龙不仅有信心进入地境大圆满 还有信心冲一冲天境 这让凤楚很是开心 他相信沃龙的实力 也相信一辈子沉浸在舞蹈中的沃龙 绝对可以天道酬情 赢得老天爷眷顾 可惜没想到 关键时刻 功亏一篑 沃龙不但在无机会冲击天境 还因拔苗助长面临境界衰退 现在递进大圆满的沃龙 一年之后就跌落到玄境了 打拼了一辈子 一两年就回到解放前 凤楚怎么能不对老朋友感到难过 好了 别想太多了 我们连死都不在意的人 纠结这五道跌落干什么 看到凤楚神情复杂 沃龙知道他在想什么 又笑着安抚一声 收起 不开心的事情 免得被唐小姐看到 如被他知道我谈话一现 只怕心里会生出愧疚 老师留下我们三人庇护他 我们就该好好照顾好他 他话锋一转 对了 老师最后的指示是什么 他们三个虽然都是唐三国 留给唐肉血的棋子 但痴迷五道的沃龙 基本上不接受外界讯息 一切事情都由轻仪或凤楚对接 一旦唐小姐拿到名单 启动我们三个 我们就要不惜代价 保护好唐小姐 凤楚收敛起脸上悲凉 神情多了一份肃穆和冰冷 尽量让他趁着唐门内讧 积攒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可以跟陈渊源和地主会合作 但不能被他们裹挟了唐小姐 搬倒唐皇谱 唐元坝 唐事后后 要想法让唐门分崩离析 如果陈渊源想要一捅唐门上尉 那就联合地主会把陈渊源 一脉灭了他斩钉截铁 开口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我们要让唐平凡死不瞑目 沃龙轻轻点头 没有说话 只是眺望远方 眼里多了一抹战意 而此刻 处理完伤口的唐若雪 刚刚坐在轻衣旁边守护 手机就震动了起来 他拿起接听 很快传来江燕子的声音 唐总留下处理荒岛尸体的探子 又发现唐若雪语气冰冷 讲 他们在唐海龙的手机上 发现了两个号 江燕子的声音无形压低 但清晰传入了唐若雪的耳朵里面 一个是唐皇浦亲信唐金城的号码 一个是来自南陵宋家会所的号码 探子还在唐海龙身上 搜出一张三千万的支票 支票落款正是宋万三 我怀疑 这次对你袭击 除了唐皇浦之外 还有宋万三推波助澜 他给了自己一个推测 又是宋万三 唐若雪怒一顿起 但随后消逝 他一字一句开口 替我联络地豪银行高层 除了准备好 陶啸天要的一十亿贷款外 再给我砸锅卖铁 多凑一十亿出来 现金不够 就把客户抵押的资产 和债券转手再抵押出去 总之 明天天亮之前 他们必须备好两千亿 不然全部给我滚蛋另外 再联络唐夫人 告诉他 他拿我做炮灰 做山观虎都这么久 是时候出点力气 出点小钱了 你让他也帮我筹备一十亿 明天早上八点钱到我账上 这笔钱如果没到 他登唐皇浦之争 我不玩了 再说了 你要黄金岛的话 跟我说一下就是 我去给你拍回来 叶凡很是真挚 算是我赢取红颜的聘礼 哈哈哈哈 好孩子 谢谢你 那 宋万三文言大笑一声 不过不用 这静拍我来就行这 倒不是爷爷不喜欢你的聘礼 只是觉得我跟黄金岛有缘分 还是自己参与好一点 他还打去 一句 而且我家红颜这么贤惠 一个黄金岛做聘礼 格局小了 爷爷 你还没解释 为什么突然又想静拍 黄金岛了 宋红颜望着老人 奄然一笑 随后追问一声 我替你从十几位姊妹那里 募集那么多钱 我怎么也该有一点知情权吧 为了给爷爷凑齐 不禁抵押了宋氏集团 还从霍子燕等人手里挖了资金 理由很简单 宋万三微微坐着身子 目光坦然迎接着两个后辈 就是看到叶凡对你求婚 我突然动物了不少东西 我感觉 有些人 有些东西 有些缘分 如果喜欢上了 就要义无反顾 去做 去实践 至于未来什么结果 是不是善有善报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都不重要 重要 敌氏全力以赴了 心里再无遗憾 因此我发现黄金岛回来后 我内心深处 还是惦记住他 惦记着很多年前 跟他的溯源 所以我最终决定 放手静拍 能不能 静拍成功不要紧 宋万三眼里有着坚定 重要的是 我努力过 叶凡和宋红颜 督起点头 对宋万三的话 深以为然 两人还对视一眼 下意识食指扣 爷爷 你放心 你一定能拍下黄金岛 叶凡一笑 我看过他的起拍价 不过是800亿 竟拍极限最多2000亿 而你现在手里 差不多有5000亿资金 足够拍两个半黄金岛了 他给宋万三打气 明天一定会实现心愿的 宋红颜跟住附和一声 爷爷 明天我们陪你去现场吧 不用 不用 听到宋红颜的话 宋万三吓一跳 茶水都差点洒了 明天 我带律师和助理过去就行了 你们两个千万不要来 似乎感到自己反应太大 宋万三又笑着解释一句 这倒不是爷爷嫌弃你们两个 而是担心你们跟住我一起出现 被人窥探到我对黄金岛是在必得 到时疯狂抬价就不好了 你们知道 陶孝天一直憋着天堂岛的恶气 随时要捅我刀子 明天 近拍 我都是能不出场就不出场 免得陶孝天捣乱 所以你们两个不能出现了 不然他抬价几千亿 我梦想就没了 你们有空 就带孩子四处逛逛 或者陪你们三位母亲聊聊天 他们可是天天说 你们娶了媳妇忘了娘哈哈 在有空 可以去看看金之灵 叶凡不是要开海岛金之灵吗 就死扶伤的医馆 不能做甩手掌柜 要上点心 宋万三花样拒绝住叶凡和宋红颜 去拍卖会 接着低头喝入一口滚烫的茶水 好吧 爷爷 听你的 叶凡感到宋万三有礼 就无奈一笑 明天我和红颜带孩子逛逛 宋红颜也看着老人苦笑 那爷爷你要小心点 多带几个保镖 在蔡林的情报中 包是商会的脱困 以及各国对陶氏的重创 让陶孝天误认为是爷爷庇护包震海 这让陶孝天对爷爷恨之入骨 只要陶孝天找到机会 他一定会不择手段 对宋万三下死守 宋万三大笑一声 放心 放心 爷爷有分寸呢 叮 就在叶凡要说什么时 手机震动了起来 他低头看了一眼 微微皱眉 但还是起身走到一旁接听 手机刚接通 叶凡耳边就传来 唐若雪熟悉的声音 你知道我上午经历了什么吗 语气带着冷漠和质问 宛如叶凡做了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情 我哪知道你经历什么 听到对方质问的语气 再想到上午医院的扑空 叶凡语气也多了一次冰冷 我只知道 我赶去医院的时候 轻衣不在医院了 你比我想象中有骨气啊 宁愿轻衣处于险境 也不低一下头 只是不愿 低头 你又打我这个电话干什么 叶凡漫步精心反问一声 轻衣不行了 呵呵 我还以为你会反省一下 至少会担心轻衣的生死 唐若雪止不住冷笑一声 没想到你如此冷漠冷血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轻衣又不是我妈 每次看到她 还对我敌意重重 她是死是活 关我什么事 叶凡针锋相对 再说了 我也给了你面子 跑去医院准备救她医 命 只是没想到 你为了所谓的骨气 硬生生把危在旦夕的她 带出了医院 所以 如果 轻衣死了 跟我无关 也不能怨我头上 是你带走了她 叶凡寻思 轻衣是不是挂了 就提前把话说出来 免得唐若雪怪到她的头上 叶凡 你还真不是东西 不但不关心轻衣生死 还抢先摘掉自己不救人的责任 唐若雪声音一沉 一条原本能够救治的生命 就因为你不作为而流逝 你就不愧疚 你真是网赤子神医了 幸亏轻衣脱离了危险 还平安没事了 不然我一定要跟你好好算这一笔账 唐若雪毫不客气斥责 叶凡 轻衣平安就行了 叶凡虽然好奇有人能治好轻衣 但也不想浪费精力在她身上 还有事吗 没事就挂了她揉揉脑袋 我待会要跟我老婆 去做饭 做饭 做饭 你就会天天做饭 轻衣的生死不关心 我经历了什么也不问一句 唐若雪怒急而笑 我告诉 你 我和轻衣他们遭受到强大火力袭击 差一点就死在荒岛上了 袭击者 是唐海龙他们 他喝出一声 如不是我身边有强大的保护 估计我现在都被一枪爆头了 什么 叶凡大吃一惊 唐海龙 他出现了 人死了没有 叶凡一直记得那个先骑酒堂会神 还带着不少真相跑路的家伙 他还有很多东西想问那个混蛋呢 王八蛋 唐若雪怒道 我说我差点被一枪爆头 你却说唐海龙在哪里 行 我原本寻思要不要看你份给宋万三一个机会 你这样冷血不尽人情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说完之后 他就啪一声挂到了电话 只留下嘟嘟嘟的声音 你不是没事吗 叶凡这句话硬生生被憋了回来 盯着手机呆愣不已 脑海 还是唐海龙 再抬头 他感觉天空有了一丝阴沉 还吹来了一丝凉意 在叶凡走回常椅时 宋红颜善解人意问道 唐若雪 叶凡笑着点点头 轻易一试心事问罪 有机会让你治 你就援手一把 宋红颜给叶凡倒了一杯茶水 唐若雪脾气大 你大男人没必要计较叶凡一笑握住女人的手 行 听 老婆的 哈哈哈哈 小两口别在我面前秀恩爱 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宋万三见状哈哈大笑随后话锋一转 对了叶凡 你三位母亲给你出了妈和媳妇掉入水里的难题 今天爷爷也考一考你 我答应你不先发制人杀唐若雪 但唐若雪非要来杀我 他捏着茶杯笑着望向叶凡 你怎么办 宋红颜眼皮一跳 叶凡下意识沉默 神情多了一丝挣扎 纠结答案 宋万三大笑一声 一口喝完茶水 起身 爷爷给你一个答案 那就是 千万不要帮爷爷 哪怕爷爷被他一枪毙掉 你也不要出手帮爷爷 爷爷不想看到你跟昔日妻子相残 不想你背 望凡怨恨一辈子 这是爷爷的心声 绝无虚假 至于你要不要帮唐若雪 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无论怎么选择 哪怕杀了 爷爷 爷爷也不会怪你 宋万三落落大方 看住叶凡笑道 毕竟手背手心都是肉 爷爷 我不会帮唐若雪的 叶凡脱口而出 我不会让你和红颜 伤心失望的 哈哈哈哈 好孙女婿 有你这话 爷爷欣慰了 宋万三又是一声大笑 随后 一拍叶凡肩膀离开天台 下楼吧 暴风雨要来了 第1993章自己把事情说一遍 华灯初上 暮色似合 在陶孝天带着团队准备明天拍卖会时 陶老夫人和陶圣一也住入了海神庙 陶孝天不惜代价死死恶守住黄金岛的机密 但对母亲和女儿还是没有隐瞒的 所以老太太和陶圣一都知道明日竞拍对陶氏何等重要 虽然知道陶孝天会碾压送万三赢得竞拍 但陶老夫人还是决定要临时抱佛脚 她带着陶圣一他们来到海神庙 准备念经一整晚 助陶孝天气允一臂之力 为了不让人打扰和保证安全 陶老夫人还让主持碧庙一天不见相可 于是海神庙三道山门全是陶家精锐 近百人鹤枪实弹守护住陶老夫人和陶圣一他们 陶老夫人进入海神庙后就更衣沐浴 接着就在大殿的蒲团座下默默念经 她手里还转动着一串佛珠 经文纯熟 手法到位 给人说不出的虔诚 陶圣一也跟住老人念了一个晚上的经文 熬到天亮实在扛不住了 就急着上洗手间走出来 外面天已经亮了 只是乌云压成 冷风呼啸 依然给人一种阴沉之感 不过空气比大殿清新 她走出大殿 反手关门 深深呼吸一口空气 她正要打电话给陶笑天看看醒来没有 却见一个清姓火急火燎走了上来 陶圣一皱起眉头问出一声 什么事 陶小姐 吴清言联络不上了 住处也不见人 清姓很是住籍 失踪了 失踪了 她怎么会失踪 陶圣一漫不经心 她是我的人 在海岛 谁敢动她 陶家是海岛地头蛇 别说吴清言了 就是陶家一条狗 也没几个人敢招惹 可现在确实联络不上她 轻信上前一步 语气多了一丝凝重 圆脸女子死后 她原本要按照陶小姐的吩咐 把陶冲几个涉事人送去天堂岛 免得警方被地豪银行施压 把他们纠扯出来 可是飞艇大队负责人 刚才给我电话 说陶冲几个没有上船 离开海岛 天堂岛方面 也没接收到陶冲一伙人 我联络陶冲他们几个 可怎么都联络不上 他们手机全部关机了 随后我就联系 吴清言问问情况 结果她的手机也不在服务区 我担心出事 就派人去她办公室和家里寻找 但都没发现吴清言下落 我估计她出什么意外了 吴清言死不死无所谓 但我怕她落入敌人手里 把陶小姐拖下水 她补充一句 毕竟吴清言知道陶小姐 你不少事情 我打电话给她看看 听到清信这一番分析 陶圣一脸上也多了一抹凝重 就如清信说的 吴清言是生是死 她不在乎 担心的是她捅出自己的事情 糖若雪的硫酸 如果吴清言站出来指证她 陶圣一还是会觉得压力的 这倒不是糖若雪的威慑 而是怕色迷心窍的 陶小天报答她 陶圣一太清楚一个男人 被美色迷惑后的丧心病狂了 只是她打出的电话 也不在服务区 陶圣一神情犹豫了一下 又打出一个陌生号码 这是她跟吴清言 曾经约好的紧急联络电话 除非吴清言死了 不然不管是睡觉 开会 还是面临生死 她都必须接听 这一次 电话不再无法接通了 而是传来一阵嘟嘟嘟的声音 陶圣一正要松一口气 却感觉着嘟嘟嘟的声音 不止来自手机听筒 还来自大门口 而且声音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几乎同一时刻 恶手第一道山门的 六名陶石金锐 奇奇抬头 他们目光锐利 盯向山道上走出的一人 他一头白发 手里提着吴清言 一部手机在吴清言身上不断响起 来者正视卧龙 站住 站住 在卧龙缓缓拉近双方距离时 六名陶石好手就怒吼 放开吴小姐 不用多问 他们也能感受到卧龙敌意 卧龙一言不发 缓步前行 漫步精心挺向山门 王八蛋 去死吧 看到卧龙如此拥要嚣张 两名陶石金锐就围攻而上 他们几乎同时拔出了一把弯刀 噗 两人刚抬起锋利弯刀 脑袋就跟苹果一样 咚咚咚落地 在地面上翻滚 两人的脖梗处 都有一道平滑到了极点的断口 好像是雷射切割过一样 可是根本没有人见到卧龙出手 它就像一尊无情杀戮机器 在冷风中不紧不慢地推进 四名残存守卫健壮呼吸一致 脸色不受控制的惨白 两颗头颅滚到了一旁 带出一路血红 卧龙没有停歇向里面挺进 杀 四名守卫反应了过来 齐齐吼叫拔枪 可惜枪械还没拔出 头就猛地一颤 接着横飞了出去 硕大的头颅 好像被绳子突然拉扯了出来 扑扑扑 鲜血冲天而起 四人死不瞑目 也震惊了其余赶赴过来的陶石金锐 卧龙依然没有半点波澜 提着吴清延一路前进 杀了他 冲过来的陶石金锐 打了一个机灵 纷纷拔出武器围攻卧龙 无论是给同伴报仇 保护陶老夫人 他们都不能让卧龙活着 一时之间 刀枪飞舞 纷纷往卧龙身上招呼过去 卧龙一脸平静 鞋底踏着鲜血 不退反进 几道蚕丝光芒一闪而逝后 十几名陶家金锐全部跌飞 一个个伸手一触 接着卧龙又右手一抓 猛地把一名偷袭枪手吸了过来 掌心一压 偷袭枪手顿时生计流逝 随后变成一具前师落地 卧龙反手一砸 又是十几名陶家金锐倒地 看到卧龙的凶横 看到同伴变成前师 后面人群的手越来越颤抖 脸色越来越白 在海岛横行霸道多年的他们 第一次看到如此强大的对手 他们比起卧龙 简直就是土鸡挖狗 只是他们怕 卧龙却没停 一步一步推前 一个陶氏头目咬着嘴唇 吼叫一声 打死他 十几颗子弹顿时 砰砰砰倾泻 卧龙根本没有在意 只是挪一几下脚步 从容不怕避开弹头 接着他又是右手一挥 十几名枪手头颅横飞出去 漫天血雨中 卧龙站在陶氏头目面前 一掌落在他头顶 只听咔嚓一声 陶氏头目天灵盖碎裂 接着全身砰砰砰爆裂而死 卧龙衣袖一甩 敌人碎裂的骨头飞射出去 又是十几名陶家好手 人仰马翻 卧龙踏过了尸体 第一道山门破 第二道山门破 第三道山门也破 卧龙长驱直入 气势如虹 所有阻挡者统统横死 啊 倒浮于卧龙身后的尸体 越来越多 眨眼就有八十多名陶氏好手被杀 而卧龙却一点损伤都没有 甚至看起来好像还没出力道 而他的意志已经控制了面前一切 强悍 决绝 毫不退让 居高灵下看住面前厮杀的陶圣一 神情前所未有的苍白欺然 他呆呆地看住陶家精锐被卧龙碾压 他也极度厌恶卧龙身上的气息 这抹气息不止带着血腥味道 最关键是其中没有丝毫感情 有的只是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漠然 似乎在卧龙的双眼之前 心念之前 世间所有一切都可以手起刀落 陶圣一声音颤抖 这究竟是谁 快 快拦住他 不惜代价拦住他 叫支援 叫支援 快叫支援 保护奶奶 保护奶奶离开这里 快 陶圣一反应了过来 看住越来越近的陶笑天 歇斯底里的吼叫起来 啊 只是没等他的喊叫落下 又是一连串惨叫 恶手最后防线的十几位陶师好手 惨死在陶圣一面前 陶圣一的轻信转身就跑 却被卧龙一刀飞射 陶圣一惊恐万分拔出一枪吼道 你究竟是谁 卧龙没有回应 只是提起手里的吴清言 语气淡漠出声 就是他唆使你给唐小姐破硫酸 说话之间 掌心一吐 吴清言身躯一颤 重新打起精神 是 是 吴清言嘴唇抖动 不敢对视陶圣一眼睛 但更不敢拒绝卧龙的发问 他艰难挤出一句 没错 就是陶小姐下令给唐总教训 陶圣一低喝一声 你 很好 卧龙点点头 随后咔嚓一声 捏断了吴清年的脖子 吴清言连惨叫都没发出 就丧命 他眼睛瞪大 鼻孔流血 满脸震惊 没想到自己这么配合 卧龙还杀了自己 这硬生生压住了陶圣一的怒意 还让他全身生出了一股寒意 砰 卧龙把死不瞑目的吴清言 丢在陶圣一面前 随后 他拿出一部手机 拨了出去 接通后 卧龙丢给陶圣一淡淡开口 自己把事情跟唐总说一遍 第1994章你跟不跟 快 快进场 待会开始了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好戏看 黄金岛不知道会被谁拿下 在卧龙让陶圣一对唐若雪认罪的上午 九点钟 市府大厦一号大厅正聚集了一千多号人 今天是海岛官方的第二次拍卖 上一次鸟不拉屎的天堂岛拍卖出两千亿天价 引得海岛各方震惊不已 尽管陶啸天不惜代价压制舆论 免得引起别人好奇去窥探天堂岛 但还是让拍卖会积攒不少热度 原本凑人数免费发放的一千张观众票 被黄牛炒到了一万块一张 很多人都想要看看 今天这竞拍会不会又掀起风浪 万一又出现几千亿的竞标 这人生经历能吹一辈子了 海岛官方也喜欢这种人多热闹的场面 一来能够烘托拍卖会的火热 二来可能吸引几个冤大头加入拍卖 因此他们不仅把场地换得更大 还提供足够的生果净水 所以九点半开始的拍卖会 早早就人潮汹涌 按照座位坐下后 基本上没什么空位 此刻 叶凡和包浅运也乔装坐在角落 叶凡本来是听从宋万三吩咐不来现场的 但担心老人有什么危险就偷偷过来了 他不想宋万三出事 让宋红颜伤心 戴着帽子 凭光眼镜和口罩的他说不出的斯文 如不是仔细打量根本辨认 包浅运也遮掩了自己的巨傲和娇艳 戴着黑框眼镜让自己变得朴素 他像是个小秘书一样对叶凡毕恭毕敬 叶凡没有跟包浅运交流 一边等待宋万三到来 一边翻看住手机简报 蔡灵芝的情报传了过来 上面有唐若雪他们遇袭的消息 唐海龙带着将近50名境外佣兵 在攻海外的荒岛对唐若雪进行攻击 他们还携带了从兵国购买的火箭 只是如此强大的火力 依然没有袭杀唐若雪成功 反而被唐若雪他们来了一个绝地反杀 具体是什么情况却不清楚 因为现场没有火口 荒岛还被清理过焚烧 没太多证据 唐海龙蓄意袭击 唐若雪保镖扛不住的唐若雪 枪法虽然厉害 但伸手不行 也顶不住火箭弹攻击 而轻仪重伤昏迷 不能参与战斗 再结合轻仪一一伤势和毒素被控制 这说明荒岛有一个医术非常惊人的胜手 但医术高手在厉害 在霸道也难于分身 不可能耗费精力体力 就只轻仪后还能杀人 这就意味住 岛上至少还有一个武道高手 而且是递进等级的高手 不然难于反杀唐海龙一伙 叶凡看住简报迅速做出推理 目光多了一抹疑惑 唐若雪哪里找来这些人 他对唐若雪还了解 也清楚他的人脉关系 所以对轻仪他们存在很是不解 一个轻仪尚且可以说运气 霍文会使然 但至少三个轻仪等级的人辅佐 就耐人寻味了 叶凡做出推论 难道是陈云元派给他的 时间很快指向九点半 主持人准时走上高台 拿起麦克风示意全场安静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今天是海岛拍卖会第二场 上一场 陶会长眼光独到 两千亿减露天堂宝 这个神圣宝地 今天 更是无数宝贝汇聚 下至传承几百年的正板桥名画 上至沧海明珠般的黄金岛 各位来宾 把握好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要让心爱之物被人抢走 走过 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主持人慷慨激昂吼出一声 拍卖会第二场 正式开始 叶凡抬起头望向了前方 一亿第一次 一亿第二次 拍卖会异常激烈 最先拿出来的正板桥名画 简直就是飞跃报价 一千万开场 恭请客了一个亿 经得全场目瞪口呆 很快 这幅画就被一个 长相甜美的漂亮网红 用1.5亿拿下了 叶凡不得不感慨 现在的人们真是太有钱了 不过想到网红一晚 带货6个亿 他又释然 接着又是一栋远在横城 名叫经贸花都的饭店 拿出来拍卖 这间饭店坐拥三栋 30层楼大楼 一层6户 三栋有500多套房 不过 因为资金问题 他现在只盖到了一半 还烂尾好几年了 经贸花都配套一流 闹钟有劲 还靠近六大赌场 很是不错 开发商豪哥 因为在海岛非法剧赌和放贷 被抓进去了 又因资不抵债 被海岛官方没收了 旗下一切资产 这资产中 包括远在横城的 经贸花都酒店 经贸花都如果能够 重新开发起来 绝对是一只生金蛋的鸡 但被抓的豪哥 托人放出了话 谁敢买这间饭店 他豪哥一定杀他全家 这个开发商 不仅是滚刀肉一样的亡命之徒 还跟横城赌王 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 没有人质疑他的威胁 陶啸天和包振海 也不想招惹这种人 而且经贸花都远在横城 在人家地盘 不好接手 所以经贸花都好几年 都没有拍卖出去 特别是豪哥 豪哥再过几个月出狱 更没有人想着去碰这间旅馆 海岛官方原本也没想过 再拿他出来 因为先后留拍好多次了 饭店根本拍卖不出去 但天堂岛的两千亿 让海岛官方 生出碰运气点子 于是他就暂时出现在 这场拍卖会上 起拍价十亿 有没有人出价 有没有人出价 主持人不断喊叫 这家旅馆配套一流 现在还有名校竞主 买到就是赚到 十亿 这么便宜 叶凡文言眯起眼睛 看到没有人出价 就对包浅运微微偏头 拿下来 包浅运微微 一正 随后低声一句 叶少 这旅馆可是横城 赌王亲戚开发的 也是亡命之徒 拿下来会有很多麻烦的 他把来历告知叶凡 陶笑天都不敢碰 我们还是不要简陋了 叶凡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手指轻轻一压 示意他买下来 包浅运没有再多嘴 钱脆利落 喊出十个亿 众人一片哗然 看傻子一样 看住包浅运 没想到有人敢碰这个饭店 包浅运没有什么表情 很平静 拿下这个旅馆 叶凡如此自信 他就自有了底气 现场惊讶一番后 迅速恢复了平静 随后又看着主持人继续拍卖其余东西 今天出场的拍卖物 除了经贸花都之外 基本上都是价值不菲的东西 引得不少人追捧 一件件标的不仅迅速拍卖掉 还全都派出一个好价格 让海岛官方笑得合不拢嘴 很快 拍卖会来到了压州好戏 下面 进行最后一个标的拍卖 黄金岛 主持人激情飞扬 这个岛就如名字一样 沧海明珠 是海岛最好的岛屿 没有之一 它属于带开发地带 除了官方留下的一成土地外 近拍得主将拥有其余九成土地 全部合法开发权利 而且 坐拥时间高达五十年 根据海岛现在的旅游趋势 以及各方专家鉴定评估 黄金岛潜力价值绝对超过三万亿 谁把它拿下 谁就是海岛未来的大富豪 不过海岛官方有一个声明要告诉大家 参与镜头黄金岛的各位 如果拍下此块土地 必须24小时完成资金缴纳 如果超过24小时没有入账或反悔 海岛官方将会没收得主的保证金和监控资金 得主还会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牢狱之灾 罪名是浪费政府资源罪 主持人把丑话说在前头 免得有人故意捣乱 全场一片哗然 没想到黄金岛拍卖如此苛刻 不过想到它的价值又全都释然 看到众人没有意义 主持人大手一挥 黄金岛拍卖正式开始 起价800亿 每次加价100亿 他无比的兴奋 在叶凡下意识寻找宋万三身影时 大门突然被人喷一声推开了 我出五千亿 陶啸天带着人意气风发走入了进来 他还对住全场众人喝出一声 宋万三 你跟不跟 行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